宗门长老口中的反面素材 每天都在墨鱼百烂 实则他修为早已达到这个世界的顶峰 由于前世高强度996 猝死在电脑前 老天爷可怜他让他重活一世 这一世 华清云是苍原界清云建宗的普通真传弟子 抱着朝九晚五绝不内卷的人生目标 安稳平静地躺平一生 可是事与愿违 他所在的宗门也十分内卷 所有弟子跟打了鸡血一样 今天如往常一样 华清云躺在树下摸鱼 也是遭到了众多普通弟子吐槽 就在这时 他的小弥地从身后走了过来 华师兄 宗主找你去大殿询问昨天任务的细节 好在华清云为了不内卷 都会让师弟为他的修为保密 在哪个世界都一样 能力越大事情越多 这是个修仙世界 一共分六个境界 分别是炼气境 华灵境 聚魂境 灵宫境 子辅境和灯仙境 每个境界又分九重 而这位清云剑宗宗主 乃是灯仙境六重的绝世强者 人送外号清云剑神温剑 可是没人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茶银子 华清云用钱是养多肉 和现在种植的技术 培育出来的茶叶 直接将他死死拿捏 毕竟讨好领导 是打工人的必修客 这时华清云拿出了 前天斩杀摩云宗弟子捡到的珠子 温剑见状眼神立马凝重起来 血破珠 随后他刚想告诉 华清云摩云宗的目的 可他立马拒绝 我不想听 什么也不想知道 开玩笑 要是听了岂不是要加班 说吧 华清云撒腿就跑 不过还是被温剑叫了回来 在一阵寒暄后 他便告知华清云 因为上次旷了剑法机会 诸多堂主让我罢免 你的珍传弟子身份 可听见这话的华清云 瞬间喜出望外 要知道若是他成了内门弟子 谁还敢说他摸鱼 咸鱼之魂瞬间燃烧的华清云 直接询问什么时候 罢免这珍传弟子身份 温剑看着嬉皮笑脸的 华清云气不打一处来 正要发火之际 一道甜美的声音传入大殿 见过宗主和华师兄 原来突然来访志人 正是清云建宗首席大弟子岳建兴 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子府境四重 被整个宗门看作未来接班人 而老贤于华清云则是真传弟子 排名倒数第一 不过让岳建兴不解的是 宗门数万内门弟子夜雨继日 只为逆流而上早日成为真传弟子 可这个师兄却喜欢360度空翻往下跳 但华清云却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说什么是自己卡在灵宫境已久 所以要从内门开始巩固基础 然后再寻击突破瓶颈 岳建兴听完 立马露出崇拜的神情 他没想到华师兄如此上进 和传闻中的根本不一样 是建兴肤浅了 哈哈哈哈 师妹客气了 而温剑这次叫岳建兴来 正是因为几位堂主 对华清云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他和岳建兴一同执行任务 多学学人家大弟子的勤奋品行 此时华清云则是一脸黑线 要知道岳建兴可是宗门的内卷之王 以一己之力带动宗门内卷强度 然而自己就是一个闲鱼百烂王 明显就和他八字不合 这要怎么一起出任务 于是便以自己太菜为由打算拒绝 可岳建兴却是两眼冒光 想要和他相互扶持 一起共同进步 还打算让他用这次任务证明自己 打破外界的谣言 此刻一种细尼尼玛的生物 在华清云心中自由地奔跑着 好家伙 这是想道德绑架呀 想让我也内卷起来 我可不是吃醋的 直接以茶叶需要照顾来要挟 本以为会轻松拿捏温健 可谁料他这次也下了狠心 为了华清云不再摆烂 直接开出今天福利 只要他完成这次任务 就能带心休假三天 听到这话华清云差点就要飞升了 完成任务就能摆烂三天 关键还有工资 这个任务我华清云接定了 耶稣也拦不住 次日 岳建兴早早便在宗门演舞场上 正值武师以挥剑三千次相悍淋漓 而我们的百烂王却才刚刚睡醒 师妹这么刻苦啊 岳建兴则是埋怨着他都迟到一刻钟了 气鼓鼓地觉得这个师兄未免也太懈怠 华清云则不以为然 身为打工人就应该好好躺平 这么努力干嘛 行了行了 师妹我以后定加倍休息 岳建兴则满脸无奈 时间不早了 我们出发吧 途中华清云和岳建兴都觉得 这次村民失踪的事情多半和魔云宗有关 当华清云听岳建兴说要保护修为低的自己时 心里乐开了花 他不禁感叹隐藏修为就少 不但抱上大腿 完事还有三天带新假期 这次真是赢麻了 不一会 两人便到达了天云山脉的村庄上空 正当岳建兴打算和华清云商量 尊头找村民打探消息时 只见华清云在怀里摸来摸去 随后掏出一个钟表 并开始倒数 四三二一五点了 我该下班了 师妹我先去休息了 打探消息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未等岳建兴反应过来 华清云早已跑出了千里开外 村庄暗巷楼中 掌柜开一间房 华清云看着掌柜的手臂 瞬间就看出了猫腻 可是管他呢 现在可是休息时间 躺在床上的华清云想起了他的小师妹 但觉得以他的修为应该出不了大问题 于是便直接进入了梦乡 可没睡多久 门外就传来了吵闹的声音 华清云觉得声音很适而熟 刚走出房间 就看到了岳建兴在和掌柜争吵 掌柜以房间以满为由 就是不让岳建兴住房 于是华清云便让他和自己睡一间房间 可岳建兴一听到这话 小脸瞬间红透了 直接开始了响入飞飞 除非你想睡大街 随着华清云一盆冷水泼来 岳建兴小红脸立马退了下去 反正就是华清云想对他做啥也打不过自己 要知道他师兄只是林公敬的小菜鸡 房间中 华清云则不理会小红脸的岳建兴 一边吃着一边询问你 吃过晚饭没 听着这话的岳建兴瞬间来了精神 我们修行周人应当清心尽气 摒弃食物诱惑 还未等他讲完 一块糕点携来 堵住了他唧里呱啦说个不停的小嘴 只见岳建兴嘟囔着小嘴 顺势便把糕点吃了下去 糕点瞬间冲击着他的味脸 甜而不腻入口 即化还带着些许芬芳 如同清流一般甘甜 此刻他整个人都沦陷在了糕点之中 华清云则没理会小师妹的反击 直接开始歪理大课堂 把岳建兴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明澈本心可以见真 以真会真字献诸相 相中不染方显自在 自在如常乃未自然 刚刚说完歪理的华清云 看着傻乎乎的岳建兴 还以为他大脑荡机了 而岳建兴则 突然大叫一声 师兄 无误了 随后二话不说 直接伸手往碗里抓去 华清云看着以肉眼可见消失的糕点 直接绝望我的点心 在俩人一阵狂炫后 他满脸嫌弃地睡在床上 而心虚的岳建兴则是盘膝而坐 开始了修炼 刚刚还热闹非凡的房间 故意会便安静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只见一道漆黑的身影来到了屋外 片刻后 浓郁的烟雾不断在房内弥漫 很快出入江湖的岳建兴便着了岛 没想到他在弥留之际 最关心的竟是修为低下的师兄 还叮嘱七块逃 可他不知道的是 华清云是宗门隐藏修为的爵士大佬 这点小把戏对他根本无用 画面一转 村庄外的小树林里 客栈掌柜双膝跪地 禀报大人 岳建兴两人已经被迷倒 神秘男子听到岳建兴三个字 瞬间大喜 而华清云他压根没听过 应该是个无名小卒 没错树插上的男子 正是村民消失案的罪魁祸水 这时男子一跃而下 瞬间就解决了掌柜 随后派出了亚三和阿四 让其把岳建兴两人给带回来 而华清云这边 岳建兴迷糊的睁开了双眼 醒来后第一时间就想拉着他跑路 而他则是满脸无语地 看着自己憨憨小师妹 这时岳建兴也回过神来 为何修为比自己低的话师兄怎么没事 以他的修为 这段林香对他竟然没有效果 原来他当时入住这间客栈时 就发现老板有些不对劲 所以一直提防着 随后便找了个睡觉没有运工的理由 骗过了傻乎乎的岳建兴 实则断林香只对子府近五重以下的修饰有用 此刻 华清云直接化身老油条 给岳建兴这个社会小白狠狠上了一课 并言传身叫了一把出差的注意事项 看着背对着自己的华清云 在岳建兴心里 此时的华清云伟岸无比 完全不是传闻中懒散诚信的真传弟子 不仅三言两语就点误了自己 更能时刻保持警惕之心救我性命 性格体贴 玉树临风 也就是修为低了点 想到这些 岳建兴小脸瞬间红了起来 师妹恢复的如何了 华清云打断了他的小心思 岳建兴嘴上说着没事 可心底则是小鹿蓬蓬乱撞 未等两人含蓄多久 窗外突然有一道紫光 静直飞来 我杀气 岳建兴喊道 随后瞬间拔出佩剑 将华清云挡在身后 华师兄小心有敌情 而我们的模范男主华清云 却直接钻进了被窝 反正你现在也会否 剩下的就麻烦师妹了 毕竟现在还没到上班时间 岳建兴满脸无语的看着他 随后直接飞出了窗外 反正自己师兄 只是灵公敬的小菜鸡 就算来了也是拖后腿 此时只见岳建兴凌空而立 全身蓝色灵力涌动 正在气头上的他全力斩下 两道身影直接被其斩落 生气的女人果然可怕 身为宗门女神的岳建兴 就更不一样了 所以兄弟们千万不要 人女神生气 舔就要往死里舔 看着地上的二人 岳建兴认出他俩 是子灵宗的真传弟子 不过看俩人双眼无神 难道是血魁 此事果然和魔云宗有关 还不等岳建兴反应 一道闪电九连边 突然朝他袭来 在躲闪之际 岳建兴暴怒出手 灵力瞬间狂暴涌动 蓝色电弧缠绕舰体 此时他低喝一声 青云见觉薛云断月 差时狂暴无比的剑气 直接将两人斩落 以绝顶姿态俯视地上二人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好师兄正用神念 看着整个战场 用神念关架还真是方便 眼睛都不用睁 战场中的女子 看着地上受伤的男人 竟然在愤怒中 觉醒了一丝自我意识 兄弟们看见没 只要你够帅 睡着都有女人爱 慰爱发狂的女人果真可怕 岳建兴差点没扛住 狂暴的灵气在森林中肆虐 子府四重近恐怖如斯 就在岳建兴感慨对方的怪力时 子依女子不讲武德直接开打 岳建兴也不再保留 刹那间 蓝色电弧围绕剑体闪烁 暗中华青云也感叹其师妹的天赋 只是他还未察觉到潜在危险 说吧 一片绿叶落到华青云掌中 这个应该够了 此时狂暴的灵力正从岳建兴体内渗出 聚集在剑体之上 长剑出鞘 凶猛的灵力瞬间四四而开 青云剑绝拔剑势 只见狂暴的巨大剑落 直接将子依女子吞没 事后岳建兴缓缓落下 正想着是否能唤醒二人 可身后男子却突然向他后脑袭来 在他发现时为时已晚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绿光滑过 直接将攻击弹开 感受着身后爆炸开的恐怖能量 岳建兴也是一阵后怕 要是被击中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过那道绿光是什么 叶子 是谁救了自己 房间内 华青云看着自己的小师妹 假装起身询问 看来你已经解决了 华师兄 岳建兴刚想询问 却被华青云打断 我刚才一直躺着怎么了 没事没事 想想自己的师兄才零攻进六重 这是不可能的 说完两人目光都聚集到了 躺在椅子上的两人 此时岳建兴提议 伪宗们请长老们 布置轻心驱邪阵 替其驱除血癸之术 可他又担心若是这样回去 那魔宗之人 定会去祸害其他地方 听到这 我们的男主华青云就急眼了 为了三天假期 看来只能他亲自出手了 看着走向紫云中弟子的华青云 岳建兴连忙质疑 师兄这是要用神念 进入他们的尸海 然后把血癸之种拔出来 若是稍有不慎 这两人可能会变成傻子吧 放心吧 师妹 等等 你难道想同时摘出 两人的血癸之种 而华青云则是满脸自信 救人如救火 双线操作才快 只见华青云双手轻轻一挥 就把血癸之种给拔了出来 两人醒来后 发现是青云建宗的弟子救了他们 连忙出言赶谢 随后在一阵寒暄后 紫云说起了事情经过 原来在一周前 他二人奉宗门之命 调查一起村民失踪之事 可两人一路追踪至小树林后 竟发现一位魔宗长老 在拿村民们的血进行祭祀 结果二人大意了没有闪 中了对方提前布置的陷阱 随后便被镇压 变成了邪术控制的血癸 直至侥幸被华青云救下 为此两人感激涕零 而月剑星则是被华青云的手段 震撼到阿巴巴 要知道血癸之种藏在石海深处 想拔出如同大海捞针 就算是宗门长老都做不到 而华青云却像吃了德福般纵想丝滑 华师兄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种技巧的 华青云为了不暴露修为 便随意找了个借口 幸好被他忽悠了过去 事后 华青云救完人的第一件事 就要对方打钱 这可把月剑星小脸都弃不 明明就是随手一挥的事 哪有动用什么天才地脑 人家又不是阿哈 然而下一秒 他立马又开始了阿巴呀巴 没想到对方不但答应 而且还满意送医 不但送货上门 还打算在宗门宣传华青云的威名 一旁阿巴阿巴的月剑星 其实不知道可以解除血癸术的 轻心驱血症 至少也要五万上体零食 我想一下 抓走他们的魔宗长老是什么情况 那人叫做莫轩 正面战斗力喳喳 就是会用阵法和毒比较厉害 华青云文言 嘴角上扬 我这刚好有一些丹药 可以让服用的人免毒三个使人 你们若是有了这丹药 是否就能拿下那魔宗长老 子云听完两眼放光 有了这丹药 他能分分钟把那小趴太干趴 可令他不解的是 为什么是他们三个 华青云为什么不一起 而他却表示刚才消耗太大 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才能恢复 此话一出 吓得两人连忙道歉 一旁的月剑星则满脸黑线 因为他知道师兄就是不想加班吧 随后便带着二人出发寻找莫轩 途中紫云看着手中的丹药 有点不幸地表示 这丹药真有他说的那么什么 而作为华青云的小弥媚 月剑星选择无条件相系 毕竟开崩没有回头剑 就在三人吞下丹药商量对策时 忽然大风肆虐 天上的月亮被黑云掩盖 月剑星顿时发现了不对劲 可是为时已晚 此时三人已经进入莫轩的阵法 只在一瞬间 月剑星一剑斩出数十道剑起 将周围幻境闪瘁 三人这才发现 他们已被尸体锁链化的黑影 化作阵法束缚 就在此时 魔宗长老也不再隐藏身心 随即出现在三人眼前 在注意到二人恢复神智后 他心中暗响 并是月剑星身环秘宝 看着还在装插的莫轩 紫云第一个不答应 起手就是一招大棒子生下出效果 只可惜没打中耍了一次光棍 当烟雾散去后 莫轩则是被动开启 反派死于化多 此时子灵宗的小师弟 跳起来就是一招偷袭 可莫轩也不会忘了 他现在可是在一条三 直接挡住了此次攻击 接着便大声吵哭 正派弟子就是蠢 中了尸骨香还浑然不知 与此同时 我们的小师妹直接出手 只见一道剑光瞬间展出 然而莫轩却自信无比 竟想单手挡下剑起 可在接触之际 立马发现极器不对 变现身于空中 并开始倒数 但实习过后 他期待的画面压根没有出现 而且地面还少了一人 还不等他反应 消失的紫云直接出现在其身后 又是一招大棒子出笑子 如此深沉的爱 让莫轩害羞到把头窜进了土里 这时小师弟乘胜追击 抄起扇子就是一招 闪电五连边 ROMAX炫光板 更是让其可出了82年的老洗 但从土里钻出来的莫轩 并没有理会自身伤势 则好奇询问三人为何没有中毒 然而三人压根没有理会 紫云更是吐了吐舌头嘲笑了他 实则心里一阵感叹 画青云的丹药果真厉害 如果有了这丹药 以后就不用怕那些 只会耍卑劣手段的魔修了 此时莫轩心想 尺骨香毒性 远比断灵香更猛 即便封闭气息也会被皮肤吸收 除了他的毒门解药外 没有任何丹药能够散去毒性 定然是他们身上有秘宝 就在他遐想之时 殊不知此时月剑星 正在凝聚青云剑绝 打算迅速结束战斗 然而他却忘了 莫轩其实是名召唤师 玩近战只是爱好 只见他直接冲天而起 开位游戏就到此为止 明天血练大阵 刹内剑 血光从地面冲天而起 瞬间将三人围困 还未等其反应 莫轩立马没开耳朵 直接召唤出了一具 子斧六重的血管 看着逐渐凝聚的血管 本来还在高兴中的三人 眼神中瞬间充满了绝望 要知道他们之中 最高只有子斧四重 然而可还没完 莫轩又派出了 子斧五重的血管二号 前去截杀华清云 此刻跃见星顿时 神情凝重 只是他不知道 这完全是多虑 华清云可不是 他想象中的小菜籽 而是真正的宗门大门 此时二号已经来到了 客栈窗口 正打算开始叫醒服务 下一秒直接傻眼 床上连根毛都没有 殊不知其实华清云 一直都在用神念观战 老早就跑到了隔壁 但是还没高兴几秒 探窗直接换成了道颇 刚刚稳住身形的二号 抬头就看到了 被他叫醒的华清云 而华清云则是右手扶着额头 神情逐渐冰了 找不到人 你就不知道回去吗 非要拉着别人一起加班 另一边 被困在大阵之中的三人 在一番试探下 月见星知道 若再这样打下去 迟早会被那恐怖的 再生能力耗死 此时子云提出 自己有一招能将血鬼彻底抹杀 但是蓄力时间很长 所以剩下的时间 只能交给月见星了 看着曲线玲珑的身材 背影却显得单薄 此时他只能咬牙答应下来 然而阵法上方的墨轩 正惬意地欣赏着 这场困兽之道 等待着血鬼二号的归来 可墨轩哪知道 他引以为傲的二号 已经被华清云打得半死不亡了 要不是不想暴露实力 早就将二号直接抹杀了 谁让他还想睡觉 所以华清云打算 给他的邻居送一份友好快意 在恐怖的推力下 二号如流星一般急射而出 事后 华清云觉得现在还没到九点上班时间 还能再睡一会儿 于是便转身寻找新的房间 而另一边 月见星正面对着巨大的血色权益 拼尽全力后才勉强挡下 这时绝望的氛围 充实在这片天地之中 血鬼在阵法加持下越来越强 看着撑不住的月见星等人 墨轩逐渐失去了兴趣 便下令让血鬼迅速结束战斗 看着冲向自己的血鬼 月见星眼眸中闪过一丝绝望 可谁料墨轩身后闪过一束红光 顷刻间就击穿了大阵 还顺带将一号砸入了大里 烟雾散去 诧异的眼神浮现在两人脸上 看着碎成渣渣的一号二号 墨轩大呼不可吗 随后两人都觉得 定是路过的青云剑宗长老所为 但没想到墨轩还有后手 只闻一声血鬼强化术 本破碎一地的血鬼瞬间凝聚 并禁止朝月见星冲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紫云的大招终于蓄力完成 此刻他周身便不止 随后一跃而起 只见紫雷和血鬼碰撞在了一起 狂暴的紫色闪电瞬间爆开 而就在双方火拼之时 我们的男主早已进入了梦乡 次日春风拂灭 华青云感受着清纯的阳光 只是他刚睁开眼 就看到了和平的一天 看来他的师妹是加了一通宵的班 但还是解决不了这魔宗长老 随后便掏出了怀表 看了看时间该上班了 而此时战场中大地破碎 中间更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刻 紫雲俯视着被砸成肉泥的一号 没错是他赢了 但刚才的一击也抽空了他全部的灵灵 就算是月剑星都不由感慨其真吗 可三人还没开心多久 破碎的阵法上空 就传来了一阵愤怒的嘶吼 要知道一号可是花了他数十年的心血 而紫雲综二人 此时已经没有了再战之力 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月剑星 这时他浑身淋漓涌 瞬间一缕缕蓝色闪电冲天而起 直接砸向暴怒的墨轩 同时他使出的血手 也即将击中月剑星 只见他双眸紧闭 一朝万来聚集瞬间将两只血手斩碎 只剩下那双金色眼眸中的滔天杀意 而此时墨轩已接近癫狂 他倒要看看月剑星还能斩出几件 只是他不知道 刚才月剑星的攻击目标并不是他 而本来只有一个缺口的大阵 直接破碎 只有这样 他的实力才不受到压制 可此时的墨轩早已癫狂 不惜以寿命为代价发动隶属 只见他干枯的手掌中 瞬间凝聚出了一座小行阵 月剑星本想冲上去阻拦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几道血剑瞬间直击他的后背 此刻他的穴位被封 已无法施展淫厉 更让他绝望的是 紫云宗二人竟再次成为了血管 他要月剑星付出代价 做秘法的第一个忌体 所以你就放弃吧 我要让绝望充满你的身体 此时的月剑星心中只有无尽的傲物 没有好好听他师兄的话 一次又一次的踏入陷阱中 就在他万般绝望时 一道声音响彻天际 曹贼 放开我的师妹 可看着前来就自己的师兄 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以他的修为 这不是来送的吗 在莫轩得知就华清云一个人时 毫不犹豫直接出手 装逼也要看看境界 而华清云只淡默地回了身 围绕莫轩的血手瞬间破锁 此刻他惨白的眼眸中 呈现的竟是不可置信的神情 就在他秘法被击碎的瞬间 紫云宗二人也再次清醒 小师弟第一时间 就是送上了一击闪电五连边 而紫云则闪失到了莫轩身后 小铁棒甩的飞起 直接让他入土为安 此时越见心满是疑惑 当即就要询问华清云 你不是只有孤云静修为的小菜鸡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而回应他的只有华清云淡然的眼神 不只是他 就连紫云宗的两位天骄也是震惊不已 而作为大佬的华清云 自然是要伪装自己的 于是便告知三人 他在石海去除血腿之种事 发现种子的根部和二人的神魂 纠缠在了一起 当时怕伤及神魂 便只清除了外侧的种子 但这也就意味着二人 随时都有可能被再度操控 所以他就在两人石海之中 留下了几道剑气 紫云宗二人闻言瞄斗 为什么在华清云到来的瞬间 他二人的控制就被解除了 想不到越剑星口中的菜鸡师兄 心思却是如此缜密 让他二人佩服不已 而华清云的憨憨小师妹就不同了 居然还怪上了自己 这师兄都不提前通知他一下 还那么可爱 当然还是要哄骗一下的 于是便告诉越剑星 这次打败魔宗长老 他才是关键人物 听了这话 本来还不开心的脸上 瞬间写满了震惊 看着越剑星上套了 华清云继续忽悠着 如果师妹没有蒙在鼓里 又怎么会用这么逼真的演技 骗过狡猾的魔宗长老 令他没想到的是 紫云宗二人也被哄了进去 看到了众人的肯定 越剑星小脸上 很快就露出了满意的傻笑 随后便满脸崇拜的看着华清云 自己这师兄虽然修为低 但没想到是一个善于使用计谋 洞悉万物的大智慧之人 可华清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上班前就把工作搞定 这不是就能提前放假了吗 可现实往往不会一帆风顺 四人脚下的宁天血练大阵 竟然再次被激活 没错作为反派 没有反转怎么行 而刚刚还美滋滋的华清云 当时有多开心 现在落差就有多大 随着墨轩身体浮出地面 血魁一号和二号纷纷消散 融入到了他的丹田之中 片刻后 一把魔器蓄影慢慢实体化 月剑星剑壮 连忙展出一道剑举 可一切都晚了 魔器已经被墨轩完全凝聚 紧单手便挡下了剑举 此时他仰天大笑 明天血练大阵终于成功了 月剑星心中顿感不妙 立马叫众人跑路 因为刚才那一件 是他最后一点灵力 只是他没注意到 华清云已经拿着钟表开始 倒计时 接着便出言让三人先走 表示自己快到上班时间了 谁料此话一出 直接把正在积极跑路的 三人都干停了 然而莫轩可不准备放过他们 一瞬之间 众人全被巨大化的血魁牢牢抓住 绝望的氛围再次将这片空间挤满 这个莫轩就好像是不死之身一样 而此时月剑星发现了 更绝望的事情 莫轩的修为 居然提升到了子府八重 他心中疑惑不已 我们四个祭品都在这里 他是如何完成 明天血练大阵的 只是他们小看了莫轩的疯狂 他本来是想将一号二号作为收藏品 但为了大阵成功 他不但吸收了一号二号 包括自己也充当了祭品 看着无力反抗的四人 便炫耀到这是魔主军灵天下的第一步 赤练魔兵的魔胎 听到赤练魔兵四字 紫云二人很快详起古书上曾记载 万年前魔兵出现时 无数正派人士被齐斩杀 大半将土落入魔宗之手 中周五欲登先进强者一起出手 才将那赤练魔兵打碎 结束了那场浩劫 可越见新发现 都到了这个时候 自己的师兄居然还在倒计时 紧接着莫轩也不废话 打算直接解决重人 可这时一道铃声打断了他 华清云则是无奈的 看着手中吵闹的钟表 因为九点已到 该上班了 还没等莫轩从上班这个词中反应过来 巨大的蓝色剑浪 直接将齐砍入了地底 因为上班就意味着 他华清云要装逼了 只见他抬手就是一道狂暴剑气 巨大的血腿直接被齐贯穿 粘延而来的剑气 更是将莫轩击落地底 随后为了不暴露实力 他便让月剑星前去布下 锁灵附天大阵 从而保护不远处的村庄 可小师妹却极其担心 要知道莫轩现在可是子府八重 但在华清云的百般劝说下 他最终选择带着紫云宗二人前去布阵 虽说以化师兄的修为 可能一巴掌就被拍死了 但根据之前的种种迹象 他这一次选择相信自己的化师兄 几人抵达村庄后 月剑星立马拿出阵眼 接着直接将其抛向空中 伴随着轰隆轰隆的乍响 一道蓝色屏障瞬间围满小镇 而战场之上 只见化轻云双眸血光涌动 手持佩剑横力在天空之上 其散出的气势 直接让莫轩流出了冷汗 然而嘴上却丝毫不落下风 小子 你不会以为刚才就是我全部实力了吧 说罢便将魔兵高高举起 一招血击斩携带着巨大红色能量 静止朝划轻云劈来 看着被能量淹没的他 此时莫轩得意不已 但下一秒 化轻云却如鬼魅般 出现在其头顶 还不忘嘲讽一番 就这 莫轩见状瞬间大怒 随后直接开大 树道魔艳冲天而起 村庄上空的三人 不由感叹其魔兵威力 而月剑星却眼角寒泪 双手颤抖地为化轻云祈祷 显然他还是小看了他的化师兄 面对如此强悍的攻击 他依旧游刃有余 甚至一见就劈碎了莫轩的大招 此刻莫轩表情犹如死灰 而化轻云也不准备再装了 你是不是在想 为何我区区一个零公进的菜籍 能够如此轻松地玩弄你于鼓掌 见你是将死之人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其实我封印了自己的境界 一直以来我都不敢在人前修炼 生怕一不小心引来天解 而且身为宗门弟子 表现得太过招摇 反而不是好事 所谓能力越大屁是越多 为了能活得轻松 我必须隐藏实力 莫轩在尝试无果后 嘴里大喊疯子真是的疯子 随后立马化作红光逃跑 可化轻云怎会放过他 只见他将长剑慢慢悬于胸前 其残影迸发出无穷剑意 随后大喝一声 轻云悬剑 滔天的剑气直指莫轩 而他也瞬间淹没在这蓝色能量之中 雨过天晴之后 大帝更是被劈出了一道峡谷 这时化轻云却惊讶地发现 赤裂魔兵竞完好无损地耸立在地 这一剑的威能 直接吓坏了紫云宗二人 这位能 恐怕都能媲美登仙境修士了 岳师妹你确定他 不是你们宗门长老 此刻岳见心也极为震惊 他没想到自己口中的小菜鸡 其修为已经超越了宗内所有弟子 想到这小脸部由红了起来 可还不等他响入非非 耳边就传来大阵碎裂的声响 原来是因为之前战斗的灵力过于强大 锁灵赴天阵要撑不住了 于是他立马让紫云宗二人 前去疏散村民 自己则维持大阵 让其延缓碎裂 可灵力早已透支的他 显然是强弩之末 就在这时 只见一只大手横在了他手掌上方 原本破损的大阵瞬间恢复如初 这时他扭过头 惊讶地发现来者正是自己的华师兄 事后越见心脸色暗沉 一脸委屈地探着华清云 你竟然这么强 为何不早点告诉我 然而华清云却依旧选择装傻充了 啊师妹你在胡说什么呢 方才多亏了之前师尊给我的剑斧 我才能如此轻松地消灭那魔宗长老 可这极其敷衍的话术 岂能这么轻松说服三人 这时他又来了一招祸水冬营 其实多亏了你们三人拼死抵抗 我这才有时间激活剑斧 再加上莫轩已被你们消耗之大财 所以才被剑斧斩了 我不过是运气好 减了个便宜而已 那也不对啊 可魔宗长老的攻击 你可是都闪躲开了 面对小师妹的穷追不舍 华清云差点就招了 最后只能无奈表示 其实自己主修的便是顿术和身法 所以才躲开了攻击 师妹你也知道 我师尊古语可是宗门顿术第一人 可月剑斧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刚刚的复灵天阵 想要瞬间恢复 可不是一个灵弓镜的人能做到的 然而华清云却早有准备 直接从怀中掏出了一枚玉佩 三人见状纷纷大呼 这是藏灵玉 而这玉室可以储存灵力 并且可以随时调游 此时月剑斧才有所相信 但又觉得哪里不对 就在他遐想之际 华清云直接抚着他的额头 师妹你就别乱想了 如果我真那么厉害 宗主和世尊怎会发现不了呢 你才是清云剑宗的头号大弟子 这是毋庸置疑的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安慰 越见新小脸瞬间升温 师兄讨厌 你又搞突然袭击 此时已经吃饱了的子云宗二人 好奇地询问魔兵目前在何处 华清云则表示 魔兵体内魔气纵横 暂时还无法触碰 但我已布置了阵法 就突破了压制阵法 一旁越见新大呼不妙 有人在牵引魔兵 还不等几人反应 魔兵即将被推入传送阵法 华清云见状连忙甩出一道剑气 虽然剑气钻入了魔兵之内 但还是被他人引走 就在三人商量对策之际 华清云心中暗响 刚刚为了不让师妹发现 强行压制了力量 这才没能留下魔胎 不过那一件 再加上之前的阵法 应当可以阻止牵引者将魔胎带走 事实正如他所料 一处静谧的山洞中 一具肉身正在缓缓凝聚 原来此人正是前阵子 被华清云轻松秒杀的邪云老祖 此刻他发誓 势必要将华清云碎尸万段 然而这时 他的头顶却浮现出一具红色血影 竟在他顶头上死的帮助下 居然借尸还魂成功 就在他又想给华清云送人头时 他的领导忽然出现 并表示在外面谈业务的莫轩已经猝死 但好在完成了他的使命 成功祭练出了魔胎 可在回收之际 却被外力所足导致魔胎掉落 现在命你戴罪立功 速速前往云星山脉将其取回 但又怕他业务能力不行 于是又赐给了他三件法宝 邪云连忙磕头领命 而华清云这边 子云宗二人见此间事了 便连忙告别返回宗门复命 途中子云宗小失地 突然提起了华清云 他觉得此人定不简单 仿佛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 而且在服下解毒单后 他发现体内有一层无形剑气 恐怕真正能隔绝毒气的 并不是这丹药法 而是这些剑气 说罢便露出崇拜的了情 子云文言也是百般不解 为何华道有这么厉害 却要极力隐瞒自己 随后俩人考虑 要不要将此事禀报宗门 在一阵烧脑后 俩人最终决定 尊重华清云的选择 殊不知 姐弟俩的所有举动 都被华清云禁收言 剑气没有什么恶意 于是这才将藏在 姐弟俩人体内的剑气撤去 岳建兴在将此事传回宗门后 俩人便也准备返回 可就在回宗途中 岳建兴却突然停了下来 华师兄 你老实告诉我 你真的没隐藏实力吗 华清云文言依旧装傻充乐 师妹我骗你干啥 我就是个零公敬的菜鸡 和你这种天台是不能比的 谁料华阴刚落 只见一道剑气静止朝他袭来 可见其并未做出反应 于是岳建兴连忙撤去几分力道 但剑气依然击中了华清云 好在只是搅碎了他胸前的衣服 谁知这时 一本红色书籍音声掉落 岳建兴连忙一把抢了过来 可在看到封面后 小脸瞬间变得煞火 华清云见状连忙抢过书籍解释 师妹你可听我说 这就是繁俗之中十分流行的书籍 又被称作小说 然而在岳建兴的心中 华清云之前建立的形象顺间崩塌 随后在起好一番解释后 岳建兴这才堪堪相信 但又给他讲起了大道理 华师兄 你这叫玩物丧志 你天赋不弱 更应该努力修炼才是 好了师兄 我们继续赶路吧 正当华清云以为 彻底打消了小师妹怀疑时 又是一道剑气突然袭来 为了保护小说 华清云直接徒手挡开了剑气 可当他反应过来之时 以为是一碗 师兄 我这一剑就算是子斧镜七重 都不敢用手去接 更别提一掌拍飞了 华清云剑藏不住了 也只好承认 自己也就隐藏了一点点修为而已 可让他意外的是 月剑心竟主动提出替他保密 不过唯一的要求就是 指点他的剑法 被人抓住小辫子的华清云 现在哪敢说一个不字 只能闷声答应月剑心的要求 这可把他乐坏了 师兄你放心 我绝对只字不提 随后一脸娇羞的催促起来 那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而这时华清云却黑着脸 我说宗主啊 瞧你干的好事 可把我给坑惨了 结果俩人一回宗门 可就在俩人回到宗门大殿后 长老们一见到月剑心 立马高兴坏了 只见其连忙上前慰问 剑心这次你可立了大功 有没有伤在哪里 然而到了华清云镇 众人脸色却纷纷变得阴沉起来 甚至还指责他拖了月剑心后头 华清云也是百般无奈 心想要是没有我 你们心心念念的大弟子 可早就被大阵恋化了 好在宗主温剑是向着他的 你们都给我少说两句 此次任务 若不是清云及时催动剑符 哪能这么轻易斩杀魔宗长老 听完温剑的叙述 长老们这才安静下来 但依然有人不服 再说这件符也是古语堂主所给 他也只不过是催动吧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附和 就是就是 这么说来古语堂主 才是此次最大功臣 面对众人的夸赞 此时古语一脸懵 那你 我怎么记得那件符语呢 只有子府进一重这样 于是便一脸疑惑地看着华清云 难道是当时给错了 事后在温剑的要求下 月剑心小嘴立马激里呱拉的 交代起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当然他并没有忘记和华清云的约定 直至入夜 此次会议才看看结束 走出大殿的华清云 立马懒散地伸了一个懒腰 明天起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了 正当他开心之际 身后却传来一声熟悉的师兄两字 只见月剑心突然冒出 并迫不及待的询问 师兄师兄你看我的嘴言不 那我们之前约定好了 教我剑法仪式怎么说 看着迫不及待的卷王小师妹 华清云也是一脸优越 刚想以累了为由推脱两天 可细经月剑心哪能放过他 师兄要说最累的是我好不好 你可一直都在客栈里躺着 我的爸你在说什么胡话呢 要不是我出手 你人都没了 看着眼前的大直男 月剑心只停顿了2.4秒 于是立马瞬间变脸 扯着他的衣角就是一顿怒斥 今天你要是敢不指点我 我就把我们的关系说出去 华清云瞬间几眼 你的瓜娃子 这可是在大殿门口 你可别诽谤我呀 到时候那些长老又要拿我开刷了 面对月剑心的死缠烂感 最后也只能无奈答应 今晚你来我府上吧 我指点你一次 带你领悟之前 可不准再来找我了 兄弟们面对这么可爱的女人 在你面前撒娇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画面一转已至深夜 月剑心如约而至 可见华清云一脸严肃的样子 很是不解 师兄 今日为何如此严肃 难道是对我的剑术指导仪式如此上心 很显然是他想多了 这时华清云也缓缓道出了缘由 师妹 伟兄心心念念的 魅修全新册 后天就要正式发布了 而且还是代差化的限量版 所以我明日就要赶往云星城 你的剑术指点 我就只示范一次 剑气答应后 便顺势伸出左手 那么接下来 就请你用出你的权力 向我攻击吧 月剑心咧嘴一笑 只剑狂暴的蓝色能量 瞬间汇聚在长剑之上 随后一招青云剑绝削 直奔化青云而去 而他却只淡默地抬手迎接 当两者触碰之际 指纹砰的一声 庞大的能量瞬间消散于天地之间 只留下他那自信的眼神 而此刻月剑心则呆愣在原地 随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我败了 华青云怕他到心破损 于是连忙安慰 师妹 世间万物都绝非完美 剑法也是一样 我刚只是找到了你剑法破绽之处 再以灵力摧毁吧 只要你不断补足破绽 并将其修行到极致 想必戒时纵然手持草木 也可斩尽日月星辰 此刻月剑心已完全背 华青云的剑到造诣所折服 还不等他多想 只见华青云左脚一跺 一块石板顺势而起 接着拧指成剑 在其一番炸裂的操作下 最后石板轻轻浮于手掌之上 想必这上面的剑痕 足够你参悟一段时间了 不过切记 这块石板绝不可以给别人看到 月剑心如获至宝 连忙将其护在胸前 随后只见其一跃而起 匆匆告别 多谢师兄指点 我现在就回去参悟 看着逐渐远去的小石妹 华青云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小卷王 看来又要通宵修炼了 次日一早 华青云便摆弄起了自己的珍藏 刚准备动身前往云星城 却发现窗外一道流光滑过 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师尊 心中很是疑惑 师尊可是个老宅男 新日怎会出门 然而就在古语经过一片山谷时 却发现身后一直有人尾随 于是便停下了脚步 倒有跟了我这么久 不累吗 尾随之人剑已被识破 便也缓缓献出真身 传闻古堂主已速度渐长 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 古语在剑骑真龙后 额头不禁流出了几滴冷汗 他没想到来者净逝 魔云宗宗主相罢 于是便准备一边拖延时间 一边在身后凝聚剑阵 谁料他的这点小心思 早已被相罢看穿 即便古语是登仙境强者 还使出了权力一击 但还是被相罢打得命远一线 好在一枚玉佩保住了古语一命 而我们的华青云 刚刚赶到云星城 心头却忽然一击 原来是之前送给师尊的那枚玉佩 其中藏着的那里剑气被触发 他的神色也愈发紧张 而另一边奄奄一息的古语 也发现这玉佩 正是之前小话赠予自己的 可相罢显然已经急了 只见他将全身力量积蓄在左权 准备给古语致命一击 华青云见情况紧急 连忙解封了部分实力 接着立马放出神识探查位置 好在很快找到了古语方位 于是连忙隔空打出 青云见诀破解 而相罢也被突如其来的蓝色能量淹没 待烟雾散去后 只见相罢狼狈的贪坐在废墟之中 而古语也顺势逃脱 此刻他以愤怒至己 古语下次再见 我必要找回颜面 亲手撕碎你 然而对这结果 华青云似乎并不满意 他没想到 竟然一招没有秒掉对方 想必对方的实力 至少要在登仙境四重以上 想到这华青云瞬间头皮发麻 这种强者为何会来刺杀世尊 不过好在世尊已逃回宗门 眼下还是限量版插画小说要紧 画面一转 当他来到小说发售地时 瞬间压麻呆住 只见一条长长的队伍 几乎看不到头 纵然他已是巅峰强者 但还是得遵守规则 乖乖地排起了长队 很快过去了2.5小时 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可就在华青云抢到最后一本画册时 却被一只御手瞬间夺走 他连忙扭头查看 只见一位长发披肩双花臂童 眼角类质的女人出现在七眼前 即使对方有点姿色 但他毕竟不是小师妹 画青云自然也不会惯着 连忙一把抓住画册 俩人谁也不让着谁 气氛也顺势变得越发紧张 最终女人率先打破了瓶颈 这位帅气的道友哥哥 最后一本可以让给我吗 面对女人的这般撒娇 我想屏幕前的宝子们 定是要顶不住了 但画青云可是个出了名的大直男 直接出言拒绝了女人 事后更是准备出双倍价格购买 而女人瞬间变脸 千 想得美 我才不差这点钱 俩人的操作也是给贪主整不会了 眼看着他俩即将掐架 也是连忙表示 两位倒有切莫动起 书也真的只剩一本了 不如你们协商一下 这时女人突然灵机一动 既然你我都不愿放弃 那么就来一场公平的对局吧 说罢便从裤装中掏出了数张玉牌 猜拳八男人 三举两胜 可画青云却认为 只要动用神念一谈 就能知道对方出的是啥 根本就不需要猜 女人文言淡定解释 这副玉牌乃是我托神机门 炼制出的特殊灵器 有屏蔽神念感知的功效 只能凭借肉眼去看 用这来比试在公平不过 此时画青云还是有些不幸 于是立马释放神识扫卷 结果发现正如女人所说 根本没法看透图案 接着便和女人开始了戴头 可无论她拿出任何牌面 都要略训女人一筹 最后也是毫不意外地输了比试 此时画青云心如死灰 只能任凭女人拿走画策 而女人走时还不忘调戏一下她 画青云也是被气得浑身发颤 她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怎么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输了 冷静片刻后 画青云才有所释怀 事后觉得来都来了 还是逛逛再走吧 正好宗主多次关照自己 怎么也得给她安排点别的品种的茶叶 正当画青云买其茶子 准备返回宗门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争吵声 于是她立马停下吃起了瓜 定睛一看原来竟是之前的女人 发现她正在和两名少年发生争执 原来女人也和他们玩了猜拳 在联营树局后 少年觉得有诈 便和她对峙了起来 女人见形势不妙 于是直接撒腿就跑 然而少年可不是吃素的 只见她运气欲掌 嘴中怒喝 站住你不能走 片刻后 只见一只硕大掌印朝女子袭来 女人心中顿感不妙 她没想到对方竟是子斧三重强者 就在这危机时刻 她似乎发现了什么 于是立马回头叫了声哥哥 哥哥我就知道你会来 你快来帮我 他们两个想对我不会 而此刻华清云已被气得满脸清惊 接着抱拳行礼 两位倒有切莫误会 我和她根本不属 单纯只是路骨 你们继续我绝不打扰 女人见形势不容乐观 连忙卖起萌来 哥哥 你真是好无情 难道你忘记了 我们的第一次献后了吗 华清云很是无奈 不就是一次猜拳输给你罢了 少年一听似乎秒懂 原来除了我们 你还坑害过别人 看来今天必须得好好教训下人 而华清云也在一旁起哄 两位倒有待会可要加大力度 我也正想拿回我的小说呢 可这时女人竟扯着话策 威胁起了华清云 你要是不包我 我现在就把这书给撕了 然而一旁少年可不管什么三七二十八 直接甩出一记龙爪手 势必要让女人付出代言 不料却被华清云出手阻拦 少年们见状是又惊又起 惊得是 华清云竟这么轻易 就破除了自己的神通 而气得是 刚刚他都说了不会出手 反观华清云为了画策 已经实锤大冤肿一美 随后只能无奈解释 两位倒有实属事出有变 还望见谅 说罢便扭头让女人交出画策 可女人却俏皮地朝他翻了个白眼 随后身体开始慢慢消散 当他想阻止时 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一天之内被连耍两次的华清云 瞬间怒火中烧 他发誓这一次 定要让女人付出代价 于是立马化作流光 及时追去 而此时的女人 已经来到云星城外 刚刚站稳脚跟 就有一阵狂风袭来 当他抬头时 愣是被眼前的华清云 吓了一跳 还不得他翻 华清云就封了他全部灵力 没了灵力的支撑 女人也摇摇欲坠 华清云则顺势抱住女人 你可真行啊 哪个宗文的居然敢骗到我头上了 据说云星城 有条不成文的规矩 凡是在城内招摇状骗 应当封印灵力贬为树语 打扫猪卷七日 女人听完瞬间蒙蔽了 就连说话都变得不利索 而刚刚赶到的两名少年 看着眼前的景象惊讶不已 我敲 这是啥操作 怎么都报上了 但华清云可不管那么多 现在他只想要回画册 看着眼前的男人 女人气得紧握小手 你这家伙一点都不懂怜香惜 我看你以后一定光归一辈子 可迫于无奈 也只能乖乖交出画册 事后华清云便为其解除了封印 并扔给了女人一些零食 可见她也是个讲究人 但华清云也有一个疑惑的地方 那就是女人是如何在猜拳中作弊的 可她却声称自己并没有作弊 只是稍微用了一点幻术而已 华清云一听便来了兴致 连忙询问是何幻术 女人文言便掩饰了起来 只见其手中的剪刀排面 在翻转后瞬间变成了石头 看得两名少年连连赞叹 这等幻术竟没有半分灵气外露 难怪我们会输 若一直比下去 恐怕纯棉裤头都要输没了 但华清云又质疑道 那为什么第二次 我先翻开的是你的排面 你又为何能赢我 你们可曾听闻一种幻术 一邪纳美 只要让你自己觉得输了 那么你所看到的图案便会发生改变 三人听完无步大惊 竟然是传说中的一邪纳美 事后在少年的追问下才得知 女人竟是以幻术闻名的幻星天公月清 二人见女人来自上古宗门 便也开始自报家门 月姑娘先前多有得罪 在下乃是云星宗真传弟子墨云 身旁的是我师弟白人 此行的目的便是前往云星山脉寻宝 月姑娘幻术如此厉害 不如和我们一起如何 月清五一听有秘宝瞬间来了兴趣 随后墨云便解释 原来数日前云星山脉深处有鸿芒坠落 岂有可能是罕见宝物现实 一旁华清云似乎听出了点钻你 几天前红色赤芒 不会是那柄魔胎吧 应该是我想多了 怎么可能那么巧 月清五得知事情经过后 也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这时墨云似乎还想拉华清云入伍 可靠墨云出名的他 又怎会在假期期间去加班 他现在只想去城中住一晚 将这本最新画册看完 看着逐渐远去的华清云 月清五则一脸邪笑 放心吧 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而正当他准备翻看结局时 却发现最后一夜竟被人撕了 煞是一阵哀嚎声响 趁着个小镇 片刻后只见一道蓝色闪光划破天际 静直地朝云星山脉方向暴射而去 月清五是吧 就算踏平整个山脉 我也要找到你 而此时的云星山脉深处 只见孕育魔胎的魔兵矗立在地 方言石里的生机已被禁数吸干 就在这时 不远处竟出现了一个人影 而来者正是绘图转生的邪云老祖 在看见魔兵后他极其兴奋 我可总算找到你了 而月清五一行人正在跟妖兽缠斗 在三人的完美配合下 很快便击杀了这头子斧三重的妖兽 此时莫云和白人也是被其幻树折服 月姑娘这幻树果真一绝 要是救我哥俩 估计得打上半天 月清五一听便嘚瑟了起来 那是自然 说吧三人便继续赶路 可半个时辰后 月清五似乎有点不耐烦起来 我们都进云星山脉大半个时辰了 结果到现在什么也没找到 你们真的确定逆宝就在这里了 放心 按照我的记忆 还有不到百丈就能到达赤芒附近 与此同时 魔兵正在大肆地吸取大地精华 邪云老祖站在一旁 咯咯咯地笑着 照这个吸收速度 再过几个时辰 便能够将进化的魔胎取出了 此下一秒 他却察觉到了灵力波动 于是便立马释放神识查探 很快他便发现来者 竟是两个云星宗的弟子和一名女修士 若被他们发现魔胎 到时候通知云星城可做麻烦了 还好三人中修为最高的也就子辅三重 但身为宗门弟子 身上肯定都有秘宝忘身 召唤血魁恐怕会处理不干净 好在老板临走给了加班福利 快出来吧小家伙 去给我把那几个宗门修士都带回来 送上门的三个活祭瓶可不能浪费了 随着三人不断逼近森林深处 腐败的气息也随之而来 此时月清武总感觉身后 老有东西盯着自己 很快三遍察觉到了问题 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快速接近 可话音刚落 只见白人就被率先击倒 莫云连忙上前查看 可刚凑到他身前 便也被黑影偷袭倒地不起 而此刻也就剩下月清武一人 只见他躲在一旁瑟瑟发抖 嘴里还大声嚷着 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 显然他也未能逃出虎口 而当华清云追来时 却发现三人早已消失不见 地上也没有站到痕迹 可就在这时 他似乎感受到有什么东西藏在了风中 于是连忙闭眼释放神势查探 谁料一道黑影在他眼前划过 正当他要出手之际 只见华清云猛然睁开双眼并大喝倒 你想干嘛 待黑气渐渐散去 他竟发现眼前竟是个模样乖巧的女孩 此时他看着华清云也是瑟瑟发抖 而华清云见他似乎不能说话 便询问道 刚才此处的三名修士是你打倒的吗 他们是否还活着 看着小女孩疯狂地点着头 华清云连忙表示 带我去找他们 我就不惩罚你了 可就在这时 一阵清脆的灵音传来 只见小女孩双手抱头痛苦不已 接着便匆忙地飞走 华清云心头一惊 心想这难道是控魂灵 记得师尊说过 这是一种将生灵灵魂封存在灵中 极其阴狠的邪术 难道又是魔宗的人吗 另一边 邪云老祖也很是好奇 为何这次外出这么久 都没能将那新来的修士抓住 于是他便疯狂地摇着铃铛 一脚将女孩踩在脚下 那家伙就这么难对付吗 要知道你可是神兽悬音啊 还是说你想趁机逃跑 你若有逃跑之心 老祖我有的是方法 让你生不如死 说罢便准备亲自去将其抓回 可身后却传来一声 不用老祖动手了 我这不是来了吗 此时华清云已悬浮在老祖头顶 这不是邪云老祖吗 才没几天就又活蹦乱跳脸 这可把邪云老祖气坏了 一想到上次还没发挥就被秒了 顿时一股杀意冲上脑门 随即直接出手攻击华清云 可谁料被气轻松化击 我说老祖几天不见 你咋还这么惨 老祖文言直接气急败坏 于是连忙命令玄音 给我把这家伙杀了 可下一秒 他拿着铃铛的手 竟直接被华清云轻松斩下 紧接着他又击碎了控魂灵 并对小玄音说道 以后你就不用再当别人的傀儡了 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小玄音听完瞬间泪流满面 随后静直地朝华清云飞去 谁料这时老祖竟威胁起了玄音 可还不等他开口 就又被华清云掀翻在地 玄音也顺势钻进了华清云的怀中 他温柔地俯着小玄音的额头 你可以回家了 别担心 这里交给我处理 这种被压榨剥削的经历 我可是谁有体会啊 而此时的华云老祖已被气蒙了 只见他单手垂地嘴中大喝倒 血渊欲照震 天刻后 只见众多血影虫中飞出 紧接着一尊巨大虚影赫然出现 是谁在召唤本王 此时华云老祖双膝跪地 扣请魔王大人 出手杀死这名修士 魔王文言也是人狠话不多 抡起大拳就朝华清云砸去 可华清云却丝毫不慌 紧紧拔出一剑便直接将七秒了 这一操作也是惊懵了邪云老祖 而华清云则叹了口气 魔宗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老祖剑撞嘴都被吓瓢了 好不容易挤出三个嘴 袖斗麻袋 下一秒 就在剑气中争起了桑拿 伴随着一声大响 华清云华丽转身 我等你个鬼啊 随后他看向躺在地上的三个倒霉蛋 也是不由吐槽起来 你们几个运气也太贝了 说罢便为三人解除了束缚 片刻后月轻武率先苏醒 他发现救了自己的竟是华清云 此时心中满是愧疚 一时之间也不知说什么好 谁料这时 华清云身后魔器竟再次汇聚 孕育魔胎的魔兵也在隐隐作响 转瞬间便钻入了烟尘之中 烟雾中也立马闪出一门红光 只见老祖手握魔兵再次复活 华清云不得不说你很强 只可惜就差一点 你就能杀死我 不过现在要死的人是你 此时华清云虽不知对方 使用了什么秘法 但一件不行 那就再来一件 却不曾想这一击竟被老祖轻松挡下 而老祖也顺势进行反击 华清云见状立马将三人推开 勉强地挡下了此次攻击 此时他心中万分不解 老祖明明才子辅进七重 可现在却升到了登仙境二重 不过很快 华清云便知晓了其中原有 原来是因为老祖额头上的 上古秘宝通天玉 传闻此玉只要以灵力激活 修为便能大涨 但却是以寿命作为代价 凡是获得了通天玉之人 最终也都会受尽而亡 至今无人能够性命 于是华清云掏出一面镜子 甩到了老祖身前 准备先和他讲道理 如若不行再进行超度 你以为获得这般力量和非人的恢复力 是毫无代价的吗 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吗 不要被假象蒙蔽了双眼 老祖看着镜中枯老的容颜 虽流出了些许冷汗 可他却依然觉得 只要能把魔兵中的魔态带回去 到时候老板肯定会 赐给自己恢复寿元的丹药 华清云见此人已无可救药 便缓缓拔出佩剑 准备进行超度 谁知邪云老祖却直接咬破手指 把鲜血抹在了通天玉之上 只见他气势再度飙升 随后立马化作一团飓风 朝华清云暴射而去 而华清云虽做出了反击 但还是有些勉强 早知肩膀被魔器贯穿 反观邪云老祖 此时境界已经达到了灯仙五重 而华清云也不准备再装了 可就在他准备撕开封印之际 只见一股金色能量 竟在偷袭老祖 却不料被他轻松躲过 原来偷袭之人 竟是神兽悬婴 没想到他居然又折返了回来 可他哪是老祖的对手 就在要被斩杀之际 华清云及时冲了过来 替他挡住了攻击 小家伙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而就在他说话之际 老祖以手持长矛刺了过来 就在这危机时刻 身后却传了一声 神通净花水月 只见华清云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老祖见状也很是惊讶 竟然不见了 原来是月清武就吓了华清云 这时老祖也注意到了他 贱人看来是你搞的鬼 那你就先去死了 说罢便静止朝月清武刺去 却不料被一股神秘力量绑住 月清武此时呆愣地看着某处 而这正是解封后的华清云 老祖见状却不以为然 反而掉头朝他攻去 谁知自己的权力一击 竟被华清云用两指接下 他看着眼前的男人 逗大的汗珠不停从脑门滴落 这怎么可能 你究竟干了什么 竟然这么轻松就挡住了我的攻击 而华清云自然是要装一下的 对付你的话 这点灵力就够了 说罢只见他单手一指 一鼓鼓金色能量瞬间在其指尖汇聚 随后只闻一声清云见绝苍隆 能量瞬间汇成一头五爪金龙 直奔老祖孤去 看着他绝望的眼神 就知道下场有多惨 在金色能量的洗礼下 老祖也是被超度的连根毛都没剩下 只留下魔兵和通天玉悬在空中 事后华清云整理了下衣服 眼神之中尽是不屑 真是的跟你讲道理就是不听 非要逼我超度你 而此时在一旁观战的月清雾 也是被其展现的实力所震惊 可就在他看向通天玉之时 却瞬间被其蛊惑 幸好在华清云的提醒下 才有所清醒 在其收下通天玉后 他这才反应过来 我刚才是受到了蛊惑 没错 这东西邪门得很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耗尽受远 事后他刚抬头 就看见了浮在空中的玄英 指着他就是一阵怒斥 当时就是你偷袭的我了 刚想上前教训 却被华清云拦了下来 他其实叫玄英 本无害人之心 之前只是被魔宗的人控制了而已 说罢便扶起了小玄英的额头 好了你现在安全了 这下可以放心走了 要小心点 别再被坏人抓到了 知道了吗 月清五看着如此温馨的画面 也是下意识地表示 看来是我以前有些看错你了 而华清云却依旧人间清醒 直接伸手讨要小人书的最后一页 这也把月清五气坏了 心想这家伙真是不解风情 就只顾着看小说 但也只能乖乖交出最后一页 看着小说到手 华清云也是一点得意 这次也多亏了你的帮忙 今日之事还望你不要宣扬 至于击杀魔宗长老的功劳 就当做是小人书的回报 可当两人讨论到魔兵该如何处理时 天空却突然被一只巨鼠撕裂 这笔魔胎长枪可不能让你拿得去 这时月清五很是不解 既然这东西这么重要 为何你这么轻易就让他拿走了 谁料华清云对此毫不在意 只是淡淡回了句 现在可是我的休假时间 那两人就交给你了 我要回去看小说了 说罢便化作一道流光及时而去 只留下一脸茫然的月清五 不过这也在他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 而就在华清云斩杀邪云老祖离开后 树林中却传来一阵清脆的啪啪声 原来正是月清五的免费叫醒服务 两人醒来后也是一脸猛 好在他告诉了两人事情原委 于是莫云便想向华清云道谢 殊不知他早已离开 这时身后的白人提到 天交盛会就要开始了 以华道友的实力想必定会参加 到时候再当面感谢 可月清五却听得一脸茫然 许久后才询问天交盛会究竟是什么 一旁莫云联盟解释 先宗联盟每隔十年会有一场大的 俗称天交盛会 而在大笔中取得的排名 不仅会决定宗门的排名 还会影响到各种资源的分配 月清五听完连忙询问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这个天交盛会 在得到莫云肯定的答复后 他立马打起了坏心思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能在战斗中碰到那个坏家伙了 看来我得先回一趟宗门了 另一边 华清云也很是好奇 抢走魔胎的究竟是何人 竟能施展出那样的法术 估计自己只有解开三分之一的封印 才能抢回魔胎 不过现在魔宗无比猖獗 就连师尊都中了埋伏 如果自己回收魔胎带回宗门 恐怕事情会愈发严重 甚至整个宗门都会遭遇危机 自己还指望在清云剑中养老吗 这种惹惑上身的事 我怎么可能做 可就在这时 华清云却发现风中似乎存在一样 原来是小玄英在一直跟着自己 看着他这副可怜巴巴的神情 华清云下意识地询问 难道你是无处可去想要跟着我吗 要不你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 随之华英刚落 小玄英却紧紧地抓着华清云衣袖 久久不时离开 仿佛在祈求着 就让我以后都跟着你吧 看着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 华清云一把将其搂入怀中 那你以后就跟着我了 幸好你在别人眼里只是一阵风 也省去了不少麻烦 你看前面就是清云剑宗了 以后你就把他当作家吧 然而此时的月星居内 只见温剑慌张地打了过来 急切地询问着月星仙子 古堂主情况如何 月星仙子表情十分凝重 古堂主身上多处虎头碎裂 丹田五脏皆有瘦 若是再挽回来半个时辰 恐怕是要识难治 温剑听完气得浑身发颤 古堂主我定向联盟为你讨个说法 说罢他便在优越境内 召集了联盟中的各大宗主 此时温剑率先开口 今日召集诸位正是为了魔宗一事 近来魔宗修饰动作颇多 不仅把一整座城池祭练成了一颗血破珠 还有魔云宗长老莫轩 更是祭练出了赤练魔兵的魔胎 此话一出 四周分为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可还不仅如此 前些时日我宗弟子虽未能带回魔兵 但却回收了那颗血破珠 于是我便派古语堂主亲自给联盟送去 却不料在途中被魔宗偷袭 不仅血破珠被抢 还全身重伤倒机受损 此时大家都极其震惊 要知道古语不仅是登仙境一重强者 他还精通各种盾术 怎会受如此严重的伤势 还好太虚宗宗主云游道出了原有 想必联盟之中必有内鬼 今日起还请各宗宗主回去后 务必仔细排查 防止有人和魔宗暗中勾结 并且各大宗门须将管辖之中 魔宗所有据点清理干净 若发现魔宗修士立刻通知联盟围剿 不知这样安排 温宗主可满意 温剑剑能有如此安排 便也欣然接受 可这时云星宗宗主云玉轩 却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数个时辰前 魔宗核心弟子在云星山脉深处 遇到了邪云老祖 结果被老祖偷袭命悬一线 而且老祖还手持上古秘宝 可最终却被唤星天宫的弟子 和一名叫华清云的修士联手绞杀 此时温剑震惊无比 心想那家伙不是在休假吗 又怎会跑那去 还不等他多想 云玉轩又接着询问 温宗主这般表情 想必是认识这位修士 我清云剑宗确实有位叫华清云的 不过他只是个零公敬六重的菜鸡 还是带我回去询问一番鞋 谁料这时星天宗宗主苏星又提出 想在天交圣会的规则上做些改变 以便激励各宗弟子 见大家都在推托 他连忙在手中幻化出了一物 众人见状纷纷大惊 还请大家放心 身为此次东道主 我自然也不会吝啬 那么就以此物 作为天交圣会首席奖励如何 与此同时 回来后的华清云 也是第一时间推开了古语的房门 殷勤的给他泡了杯枸杞 可古语刚接过茶杯 就又开始如老父亲般唠叨了起来 我说清云啊 你若能多花些时间去修炼 如今也不至于只有灵宫镜六重了 要知道你在真传弟子中 现在已经是垫底的存在了 为师也是要点面子的呀 华清云文言也很是无奈 这怕是每两个半小时停不下了 看来还得释放点灵力 敷衍过去算了 伴随着一阵蓝色灵力缠绕 华清云得意的表示 世尊你看我已经灵宫镜八重了 古语见状先是心细不语 接着又呆愣了数秒 最后更是批评请他 好像距离你上次突破 已经过五年了吧 你看看女阅师妹 人家才修行多久 如今已经踏足子府境了 算了都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 为师知道说多了你也不爱听 你此番能来探望我也是有心了 华清云见状刚想开溜 却不料被古语当场贺主 为师被魔云宗宗主相霸所伤 险些身亡 幸好当时你赠予我的玉佩 替我当下了致命攻击 随后便是突如其来的一道剑光 斩伤了相霸 我这才得以逃脱 清云 你老实交代 你是否有事瞒着为师 比如说你隐藏了修为 或者说封印了灵力之类的 眼看着要被戳破谎言 他只能极力推脱 师尊 你太高看我了 再说我要是隐藏修为 能瞒得过您和宗主吗 也是 你可是我看着入门的 这种瞒天过海之事 料你也做不到 不过那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 华清云连忙解释 那玉佩其实是我在一处秘境捡到的 我见他气息不凡 便借着师尊受臣的契机 将其送给您了 实则玉佩就是在小滩逃的 没想到谷宇就这么幸福 可就在华清云松懈之际 谷宇却一掌朝他拍来 他也很是无语 咋修仙界的人心颜子也这么多 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好在没暴露 然而谷宇给的解释确实 虽然你现在也有突破 但反应还是有所不足 还得练啊 就在他满脸无语的敷衍时 谁料怀中的小人书掉了出来 还恰巧掉到了谷宇的被子上 谷宇刚想拿起查看 却被华清云立马夺了过去 师尊 这只是弟子平日里的一些小小姐吧 他本以为会遭到师尊的责怪 可谷宇却朝他摆了白手 就在他离开后 只见谷宇翻开了被褥一角 而之下的正是华清云手中的小人书 没想到清云这小子真有眼光 竟会这么喜欢我写的书 看他那本好像还是签名版的 不过现在还是不让他知道为好 次日一早 温健便召开了宗门会议 他宣布此次天交圣会 大赛规则将会有所改动 取消了不得伤人性命的规定 在战斗前所有修士都要立下生死状 战斗开始后由各宗长老在旁护发 若出现伤亡 其所在宗门不得因此动怒 此话一出 众位长老震惊不已 纷纷对此提出异议 生怕门内天才就此陨落 可温健却觉得 如今魔宗修士愈发猖狂 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 年轻一辈的弟子必须尽快成长起来 这一说法也是得到了古语的认同 他也觉得一旦遇到危机 冷静的心态敏锐的判断力 果断的执行力 这些境界之外的因素 反而会极大程度影响到修士的生死存亡 见有人认可 温健连忙复合 而且此次的投名奖励 正是最后一枚玉尘天地的粉种钥匙 众人听完纷纷呆愣数秒 相传五百万年前的玉尘大帝 在原济后留下了无数绝顶功夫 后来有人在九幽海域发现了他的粉种 可其内蕴含着诸多恐怖禁止 想要打开就必须凑个五块钥匙碎片 迄今为止被发现的只有四款 没想到这最后一款 竟然会在星天宗的手中 谷宇刚说完温健就连忙接着表示 若能拿到这块碎片 我们便能进入天地粉种 分得一杯羹 因此这次天骄盛会 我青云见宗势在必得 必要争取那投名之位 我宣布一周后 开启宗门大笔 很快此事便在门内传开 大家对此次大笔规则也十分记得 因为这次不仅可以使用符录 单药 秘宝 甚至一些禁术神通也都可以 可在得知奖励也十分丰厚后 也都纷纷前去准备 唯独华青云依旧不慌不忙 在大树下打着盹 听闻此事后 他也连连赞叹 这次未免也太疯狂了吧 幸好我早就囤了一点点 就在他得意之际 他的小谜弟微然突然从他身后钻了出来 并给他带来了个消息 此次那门弟子大笔 只要能取得前三名 就能挑战真传弟子 若能挑战成功 便能取代对方位置 而且我还听说很多人排着队 要挑战华师兄你呢 可华青云听完却极其开心 心想如果在大笔中我假装不敌 岂不是我就能重新变回那门弟子呢 到时候墨玉不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在微然的眼里 却以为华青云早已胸有成竹 对其也是佩服不已 而就在这时 他腰间的传音符突然亮起 青云 速来刘云堂找我 在告别微然后 他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谷语房间 谁知刚进门 谷语便给他下了的死命令 那就是让他在此次大笔中 务必要取得前二十年 可华青云又怎会同意 要知道他可是要借着这次机会 重新变回那门弟子呢 剑说不通 谷语便准备以擎动员 青云 你可还记得当初我为何收你为毒 记得当时你在擂台上施展的那一道剑气 为师现在都还历历在目 其中蕴含的剑道丝毫不亚于任何真传弟子 然而华青云听完却极其傲呼 尼玛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守剑了 没想到只用了一成的威力 就已经震惊了众人 可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不愿答应谷语的要求 见他态度如此坚决 谷语也只能使出绝招 直接将小人书拍在了桌子上 接着便将其甩给了华青云 他接过小人书一脸不可置信 心想难道师尊也好这口 然而当他看到作者的名字后 这才幡然醒悟 原来这本书的作者 竟是自己的师尊 片刻后 只见谷语又从怀中掏出了一打纸张 这可是还未发售的十二卷原稿的 华青云见状一副身无可恋的样子 他大概能猜到下面师尊要说的话 可没想到师尊竟比他想的还要毒辣 此时谷语一脸邪魅的威胁着华青云 如若此次大比你进不了前二十 我下本书就把女主小师妹给挟死 华青云文言立马怂了 心想那可是自己最喜欢的角色了 师尊 你怎么能如此草率就决定角色的命运 你这样对得起广大书迷吗 谁料谷语只是默默回了句 顺带再让主角的师姐嫁给别人 这无疑给华青云当头一棒 要知道那可是他第二喜欢的角色 此时华青云故禁暗骂道 这个师尊真是太狗了 可下一秒 他就想到了应对之策 师尊 您就不怕我把你写小说的是禀报宗主吗 然而谷语却十分淡定 那我就让主角的青梅竹马 当着他的面被杀死 有话一出 华青云直接标出一口82年的老血 随后谷语接着表示 如果你能进前二十 我不仅会善待你喜欢的角色 还能给你看未发布的原稿 甚至还能送你几本点藏版和插画 华青云此时虽然生气 可谁让他摊上了这么的师尊 最后只能妥协答应 他刚走出房门 就碰到了师尊让他找的弟子 只见他黑着脸对齐说道 曲师弟 唐主找你 曲天刚走进谷语房间 就见他在眼面偷笑 当曲天好奇之际 谷语便吩咐他去趟隔壁的静影风 同志正在闭关的月见新宗门大比一室 那孩子似乎又沉迷修炼 忘记看传音玉符了 画面一转 曲天已经来到了静影风 刚来到月见新门前 只见一股强大的剑气破门而出 这也让他不禁担心起月见新 于是他连忙冲进院内 却发现一枚箭石悬于空中 正当他好奇之际 月见新已出现在他身后 满身杀气地询问曲天 你看见了 不明所以的曲天被吓得瑟瑟发抖 月师姐 我什么也没看见 在下是刘云堂的内门弟子 此次前来是奉古堂主之命 特来告知天交圣会即将到来 请月师姐前去参加宗门大比 月见新闻眼秒变傻白甜 原来是画师兄的师弟啊 你在我这里什么也没看见对吧 曲天连忙表示自己瞎了 什么也没看到 刚说完便直接飞速溜走 可此时月见新开始责怪起了自己 都怪我太专注于炼剑了 有人进来都不知道 不过画师兄真是太厉害 这些日子我感觉对剑道的领悟又更近了一遍 倘若在何墨轩的血鬼战斗 我定能三剑之内将其斩碎 这最后几日我要再参悟一下这道剑痕 到时候宗门大比上 定让画师兄刮目相看 另一边 画青云还在为之前的是懊恼 本来都准备好退休养老了 真是可恶啊 但好在这次规则灵谱 可以靠道具法宝来获得胜利 不然用剑道的话就太容易暴露 有了这些东西 只要稍加设计 进入前二十名 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就在这时 桌上散落的通天玉引起了画青云的注意 就在他要将其收回时 通天玉却突然散发出耀眼的红光 触碰我 我将给予你想要的所有东西 只要将灵力注入我的体内 我可以送你通天造化 凡是你想要拥有之物 我皆可将其带给你 听得画青云一阵无语 见他一直说得不停 画青云气得直接将其扔到了地上 触碰触碰你妹啊 再搁着啰啰嗦嗦的 我就找个锥子在你身上开几个洞 然而此时通天玉却飞到了画青云眼前 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竟然能不受我的蛊惑 本座活了这么久 还从未有人能做到这种事情 谁料画青云却不以为然 就你这还蛊惑我 还以为是什么小广告弹窗呢 看着一闪一闪的通天玉 画青云顿时来了兴趣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本座乃魔界天魔通天大人 他文言满脸嫌弃 什么通天大人文所未文 然而他却怒斥道 黄口小儿 本座当年随魔主降临此界 是何等的威风 即便是魔主离去 而等苍原界修士 也全都得尊称我为通天大人的 看来我还高看你了 原来是没气子啊 此话一出 通天被气得哭蝶喊娘 竟敢侮辱本座 有本事将灵力注入通天玉中 本座定要当面教训你一番 画青云一听便来了兴趣 他没想到此玉之中 竟扛着一处密宝空间 随后满脸音效地看着通天玉 通天见状大喜 怎么 小子难道你敢进来不吵 只见画青云手指倾触玉身 并大喝有何不感 转瞬之间 他已身处通天玉的虚空之中 片刻后 只见一团团紫色气体 开始逐渐聚 不疑会已经形成一半人脸 真是愚蠢的人族 竟然真的进来了 画青云依旧嫌弃不语 你瞧瞧你名字倒挺威风 怎么人长得这么可审 连个身子都没有 放肆 无奈通天魔尊 而等人族废物也敢 和本座这般说话 你怎么又改名叫魔尊了 少废话 天魔是种族 魔尊是职位通天大人是尊称 你瞧瞧你整这么复杂干嘛 我见你通体成紫色 那就叫你小子好 喂喂喂 可恶啊 你给我好好称呼他人的名字 叫我通天大人 画青云文言则就是完 好的小子 你也就只能嚣张这一回了 本座乃是这方空间的主宰 你以为进了这里还能随意出去吗 那要如何出去呢 七 是得到我的许可 但就凭你这态度 放你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二 便是和我交易 财富美女地位修为 你想要什么 你能让我长命百岁 一辈子摸鱼吗 提升寿命本座做不到 切 废物 你还有什么别的愿望吗 或者让魅修多更新几本 一次性让我看个爽 小子文言一脸猛逼 那是什么玩意 这是外面很流行的小说 顺带一提 我的师尊是这本书的作者 你在搞什么飞机 谁会给你实现这种愿望啊 你也太废物了 就这么简单的两个愿望 你都实现不了 还割这桩神龙 小子顿时被怼的哑口一言 既然你不肯叫我一声通天大人 也不愿同本座交易 那你就会永远的困在这里 你将会在恐惧和饥饿中死去 纵然全身破损 血脉逆流 也还不等他说完 一只大手便捏住了他的鲲头 此时小子惊慌不已 你居然能触碰到本座的灵体 有了你的许可 就可以出去了对吧 小子文言满脸不屑 就凭你 想要伤到本座 除非你能掌握大道法则 否则根本无法对本座造成半点伤害 刚说完他就后悔了 没想到眼前这个男子 竟掌握了剑之大道 片刻后 华清云便回到了现实 只见他捏着通天玉心情极好 原来小子为了活命 送给了华清云无数天才地道 这才逃过一劫 如此一来 华清云在宗门大笔之中 又增添了诸多底牌 与此同时 一处僻静的山洞中 清云宗弟子正在跪拜一面镜子 而镜面中浮现出一道虚异 此次的宗门大笔你有几成胜算 以大人所赐密宝 此次进入前五应不成问题 很好 你有此心便好 待你取得天骄圣会名额之时 我便将你从清云剑宗带走 请大人放心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我定将完成使命 而此时虚影却露出了诡异笑容 两天后清云剑宗主封 温剑宣布起此次大笔规则 此次会与往年有所不同 战斗中不再限制服录丹药领导 亦或是阵法外道 你们所需要做的便是击溃对手 取得更高的名次 但绝不可故意伤害同门 那么接下来将由内门弟子先行比试 说吧温剑大手一挥 只见天空浮现众多玉牌 随后纷纷落入弟子手中 各位手中的玉牌便是对阵的编号 但凡手中玉牌亮起 就代表要上笔舞台进行战斗 而第一轮要对战的是 静影唐张婷和蓝月唐白斩 这时观战的蓝发长老说道 董唐主 这件内门弟子你怎么看 董唐主淡漠地回道 依我看这一剑 也就一两个好苗子 这时谷语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以内门弟子的灵力 一场战斗最多也就斩插时间 就在几人谈话之际 华清云及时而来 准备观战一番 而另一边 比试已进行到了决赛 冠军将在月灵堂的阳太 和新卫然之间绝出 空中的华清云不禁敢叛 不错吗 卫然师弟竟然真的挺进决赛 而擂台上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这月灵堂的阳太是 灵宫进五重修为 显然盖过了卫然师弟一头 虽然境界大一级压死人 不过卫然师弟 似乎已经领悟出了一缕建议 我只是简单地调导过他几招 没想到这小子竟能进展到如今地 天赋看来绝对不低 如果表现得好 很有可能被封天堂主 收为真传地 这时擂台上两人试探到此结束 杨太说道 新师弟试探就到此为止 让我们一招定胜负吧 好 我也正有此意 说吧 杨太掏出一张福禄 只见福禄在其胸前剑消散 观战弟子一眼便认出了此福 这是巨魂燃气符 可短时间内燃烧自身的灵力和灵石 从而激发出最强的爆发力 看来杨师兄这次真的大出血了 归然则掏出一枚紫色丹药直接吞下 这竟是爆气丹 新师弟竟然也有后手 虽然此丹只是三品丹药 但就功效上来说 也算是和巨魂燃气符抵消了 这时擂台之上两人纷纷使出最强一剑 两者碰撞之际爆发出了骇人的灵力 这时华清云眼神凝重 看来胜负已分 带烟尘散尽 显然新微然其差一招 然而杨太却表示 我只不过是赢了几分灵力绵长吧 若师弟和我境界相同 我必败无疑 新微然文言眼前一亮 华师兄 若不是你的指点 我穷尽一生 恐怕都无法对见到你这般理解 伴随着长老宣布比赛结果 内门比试正式结束 而冠军正式封灵堂杨太 这时看台上的温健大喜 真是两个好苗子 一个根基扎实 一个天赋过人 他们两个都有成为真传弟子的资格 那么接下来就麻烦月星先自你了 只见月星御守一指 红色能量瞬间遍布两人全身 很快两人伤势和灵力都恢复如初 这时长老过来询问杨太 你是此次内门弟子的投名 按照规则 你可以优先挑选一名要挑战的真传弟子 若能击败对方 便可取代他的位置 杨太文言直接说出了五个字 我选择华清云 此话一出 台下弟子议论纷纷 听说华师兄虽为真传弟子 但实力却排在最末尾 其灵宫进六重的修为 堪称是清云建宗历史上 实力最不济的真传弟子 这内门第一对战真传吊车尾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同时华清云也来到了擂台之上 欣慰然则拍了拍杨太肩膀 杨师兄你可多保重 杨太文言则有点猛逼 新师弟的话到底适合用你 为何令我有股不祥的预感 而华清云则意味深长的笑了笑 可内门弟子杨太却指明要挑战他 华师兄 我很早就听过你的大名 老实说我对于你的行为十分失望 我等内门弟子每日废寝旺时的修行 从不敢有一丝懈怠 只为成为真传弟子 而一旁华清云却听得一脸无奈 好似已经猜出了他后面的话术 果然如他所料 你虽身为真传弟子 却奉行朝九晚五从不好好修炼 每次都跑去一旁偷懒 你的这些懈怠行为 根本就不配待在我清云建宗 今天我会打扮你 成为新的真传弟子 华阴刚落 只见华清云洒出众多福禄 没想到我的朝九晚五 竟会让你如此痛恨 而杨太却并没有理会 则是朝华清云暴射而出 可他却不慌不忙的双指掐绝 片刻后 只见一道红色屏障瞬间将其包裹在内 硬生生扛下了杨太的权力一击 随后无论他怎么劈开屏障 依旧完好无损 此时杨太很是震惊 他没想到这个龟壳竟会这么硬邦邦 就连场外观战弟子也惊恶无比 可看台董堂主却怒斥道 简直胡闹 我清云建宗弟子讲究已见路道 剑乃是杀伐之道 你看这话清云却只敢龟缩在灵符之后 真是丢尽了我清云建宗的脸 此话一出 古语立马就护起了毒子 董堂主的意思是 我清云建宗只可修炼杀伐之道 不可有任何防守之心 若人人都像你这般莽撞 恐怕清云建宗早就已经猎亡了 古语虽说的在里 但董堂主依旧不服 幸好温剑及时出言调解 此次宗门大笔本就可以使用各种外道 既然清云选择了这么做 就必然有他的道理 只要能赢得胜利 这又有何不可 而擂台之上 杨太已被气得咬牙切齿 华师兄 你身为真传弟子 却不敢与我正面对战 是准备在里面躲一辈子吗 说罢便又高高跃起 挥剑次来 你这般行为和乌龟又有何一 谁料这时华清云却将手探出帐外 仅仅二指便夹住了长剑 既然你这么想和我正面交锋 那我便给你这个机会 台下欣慰然则在默默祈祷 杨师兄一路走好 然而他却一脸兴奋 那就请师兄指点一番了 说罢华清云又掏出了一张福禄 就在他消散之际 只见天空乍现众多火球 而无论杨太如何劈开 丝毫削减不了火球的数量 这时他慌了然而也晚了 只问一声 去 众多火球暴射而出 瞬间形成了一条火焰巨龙 直逼杨太 这时他剑已无路可退 便准备放手一搏 只见他将精血剑至长剑之上 准备最后一搏 伴随着一声乍响 杨太直接被轰出了擂台 此时他已经彻底蒙圈 我是谁我在哪 一丝不挂的他也是引的台下一阵骚乱 心为然看着落荒而逃的杨太 深深地叹了口气 哎 早就和你说了 就是不听我的 这也把一旁内门第三吓坏了 我本来也想选华师兄 作为挑战对手了 现在想想都后怕 随着裁判的宣布 华清云轻松赢下此战 哎呀 稍微有点太过火了 希望不要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就在华清云轻松战胜杨太后 接下来就轮到他的小泥地新薇然 挑选挑战对手了 只见他迫不及待地来到华清云身前 逮着他就是一顿猛夸 然而华清云却显得十分淡然 加油 薇然失地 说把薇然禁止走向那台 而他选择挑战的对手时 排名倒数第三的真传弟子灵海 可就在华清云准备安静吃瓜时 耳边却传来古语传音 清云 你过来一下 于是他轻轻一跃 便来到了看台之上 刚打完招呼 就发现古语和董堂主神情极其古怪 这时古语开口道 清云啊 你先前所使用的那张灵符究竟是何来历 华清云闻言张口就来 这是弟子曾经在某处秘境之中 得到了某位前辈的传承 这才领悟到了这张百炎龙符 符露本身所能释放出的威能 却和弟子的灵力息息相关 但事实上这符露其实是他 从小子身上薅羊毛薅过来的 虽说只堪比子府进四重的攻击 但让他踏入前二十年 也是绰绰有余的 如此一来 既不暴露他的实力 也能够完成同古语的约定 不曾想这狗血的说辞 古语却信以为真 上古传承 难怪我们没认出这灵符功效 然而这时 董堂主却极其不悦地盯着华清云 见他洋洋得意的样子 便立马怒斥道 身为我清云建宗的弟子 你所使之道却皆为辅导政法 未免有些圣之不和吧 华清云却反驳道 这又有何圣之不和 既然此次宗门大 不再限制使用任何外物 那弟子的这些手段 便在这规则允许之中 难道董堂主是在质疑 宗主所定下的规则吗 就在两人争吵之际 温建直接出言打断 好了 董堂主 既然这灵符是你自秘境所得 那我等也不便再过问 你且下去吧 之后的比试多加努力 他见宗主是向着自己的 也是松了口气 可等他回到赛场上空时 就听见裁判宣布比试结束 心为然败 不过他却很看好这个小师弟 虽然为然师弟输了 不过他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离成为真传弟子恐怕不远了 随着那门弟子挑战结束 那么下面就是真传弟子之间的较量 华清云也是抽到了个不错的号牌 按照比试的顺序 他又可以躺平很久了 在一轮又一轮的比试后 总算有一场能让华清云期待的对局了 那就是换月堂 曲燕对阵静影堂月剑星 台下弟子一听是月剑星 立马开始沸腾起来 华清云见状也是不由感慨 月师妹的人气还真是高啊 不过这曲燕也不简单 传闻中她是个大美女 也同样拥有着不少追求者 画面一转 只见身姿飒爽的曲燕 已来到擂台之上 就在这时 一道蓝色电弧滑落赛场 来者正是人见人爱的小师妹月剑星 其深邃的眼眸中闪过的一亩剑星 让画清云大为震惊 没想到这段时间 月师妹的剑意竟更加凝实了 修为也有所提升 就连看台上的蓝发堂主也连连夸赞 可懂堂主却有不同看法 曲燕的实力不容小觑 她的幻月剑法及幻术和剑口的一身 神鬼莫测威力不俗 反观温剑则更看好月剑星 曲燕率先开口 月师妹 距离上次交手已经有一年之久 上次你我共对了9982招 我以一剑之差败点 这一次你必败 说罢便直接使出了最强一击 幻月剑法群星 然而月剑星则将剑术于胸前 只缓缓挥出一剑 便转身月下擂台 伴随着她坚韧的眼神 2.5秒后 只见其身后瞬间斩出百道剑气 曲燕长剑直接被击落在地 而她也缓缓说出了四个字 我认输 而月剑星只淡漠地回了剧 承让啊 不过这可把中弟子们看呆了 我去 我才当拿起花生米 怎么曲师妹就直接认输了 这时空中关键的江都道出了原有 刚才月师妹仅凭一道剑光 便瞬息斩碎了所有残像 而且还在曲师妹的剑身之上 连点了数十下 使其灵力逆流 这才使得长剑脱手 可天交榜第二的赵天路却觉得 刚才应该是连点了20到30下之间 唯有画青云看的一清二楚 除去斩散那漫天残影的一剑 后又以连续不断的23剑 破坏了曲艳剑中提起的灵气 不愧是首席真传大弟子 我只给他留下了一道剑盒 便领悟出了剑之大道雏形 可真是不一般啊 瞧把那些老家伙们高兴的 而此时看台之上 众多长老已被惊呆纷纷激动不已 他们不敢相信 以月剑星这个年纪 竟已经悟出了大道雏形 就连孤语也忍不住赞叹 这般天赋可真是未来可欺啊 就是不知道这颗白菜 会便宜了哪头猪 而所谓的剑之大道雏形 指的是三千大道中的剑之大道 整个苍原界之中 子府境九重修士足足有数万之多 可能够领悟大道的 却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说到这 只见古语一脸兴奋地看向温剑 无数修士为了一点大道机缘 不断出入各种境地 只为获得一丝感 从而得到宗主这般天赋 放眼整个苍原界都难寻一个 若是悉心培养 青云剑宗必定后继有人 此话一出 可把温剑给乐坏了 唯独华青云一脸愁容 怎么还没比完 都要到下班点了 我可不想加班 然而随着上一轮的弟子败免 此时裁判宣布 下一场由刘云堂关山岳 对阵同样来自刘云堂的华青云 提到这个名字 裁判一想到之前必试的场景 不由得生出了一丝冷汗 可关山岳却气得咬牙切齿 一个剑步便来到了擂台之上 而华青云却很是头疼 他忘了没想到 第一场战斗就要面对自家大师兄 还是天交榜排名13 但为了完成约定 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应战 随着比赛开始 关山岳则静静地等着华青云布置阵法 因为他很不屑这种行为 而且自他加入刘云堂那天开始 便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让其变为青云剑宗门内第一堂 所以平日里他对师弟们都极其苛刻 可唯独华青云身为真传弟子 不但不努力还偷懒 可未尝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对前世被压榨到死的华青云来说 他虽然很佩服关师兄的精神 但朝九晚五是他现在的人生准则 关山岳见他还不知悔改 便直接挥剑向他抬去 在这权力一击下 不仅轰碎了屏障 还直接把华青云冻成了冰雕 就在众人以为他被秒之时 随着华青云的一阵邪笑 冰块瞬间被震碎 不愧是关师兄 这一剑的威能确实出乎我的预料 此时关山岳也开始忌惮起来 心想我全力积蓄的一剑 竟然只是斩碎了他的扶阵 没有伤到他一分一毫 但嘴上却丝毫不落下风 你的扶阵防御果真一绝 但现在阵法已经消散 你是想要和我正面对决 还是说直接投降 可话音刚落 只见华青云又掏出了数张符路 虽然我很想投降 但这一局我非赢不可 此话一出 可把关山岳给逗笑了 就你这龟壳就算再来一次 我也随手可破 这些灵符制作不易 我劝你还是省着一脸 可刚说完他就后悔了 没想到华青云他不讲武德 直接掏了一打出来 刚刚的那道扶阵只是斗女门罢 现在的才是完全版 还请关师兄赐脚 看着无数张符路布置的阵法 关山岳直接被吓傻了 我尼玛 你怕不是在开玩笑吧 擂台之下也是一阵嘈杂 我去他哪来这么多的灵符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克金大佬呢 而台上的关山岳见狠话已经要下 只能咬牙继续战斗 可无论他挥出多少箭 丝毫不能对其造成半点伤害 华青云的这一操作 也是被蓝发长老看出了点端的 同时使用这么多灵符 光凭他灵公进的灵力 怎会维持得这么久 这时董堂主却给华青云当起了辩护律师 我猜应该是吃了什么补充灵力的弹药 或是有什么宝物吧 一旁温健也尴尬了起来 万万没想到我这次修改规则 竟被青云这小子钻了空子 而古语却把华青云看得透透的 从一开始以基础扶阵护体 刻意不露出完整版的 以此来引诱观山岳使出全力一击 在其消耗大量灵力后 再祭出完整版的扶阵 从而不用再担心会被观山岳击破 难道说这一切都在他算计之中 看来为了完成和我之间的约定 这小子也是够拼的 也算是随了我够聪明 而擂台之上随着观山岳最后一击落下 只见他一类的瘫倒在地 灵力也几乎消耗一空 可屏障依旧完好如初 他愤怒地垂打着地面 他恨自己的无能 即便是耗尽灵力 也无法打破那道扶阵 最后也只能无奈地喊出那句 我认输 随着裁判宣布结果 华青云也顺势撤去了屏障 随后恭敬地走到观师兄身前 师兄 承让啊 而观山岳却直接扭头朝台下走去 可没走几步他又回头提醒 以这扶阵的强度 对子府进三重以上的修饰来说 只需集中一点进行攻击 便可破制 虽然华青云能理解他 但排名对他来说只会是麻烦 这一世他想要的 只是平平淡淡的生活 而正当他走下擂台之际 周围弟子纷纷开始议论起来 这赢得也太不光彩了 居然一见未出就赢了 显然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 而另一边观战的小师妹 也很是好奇 华师兄怎么用起灵符来了 可就在他遐想之际 静影堂真传弟子罗霞 突然凑了过来 岳师妹 刚才那场战斗 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太光彩 可岳剑星却一脸严肃地表示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华师兄 再说此番比试 宗主早已立下规则 不限任何方式 华师兄平本是赢的胜利 有何不光彩之说 罗霞瞬间被怼得哑口无言 可他心里还是不太认同岳剑星的说法 但他身为我青云剑宗的弟子 连一招剑法都不使用 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谁说我青云剑宗就只能以剑入道了 据我所知二长老踏入灯仙境 便是借助的风之大道 再说华师兄之所以不出剑 那是因为没有人能逼得他出剑了 被一番CPU后 罗霞看着一脸花痴的跃剑星 很是不解 要知道他可是宗门首席大弟子 平时里对那些蓝散的弟子们 都不会正眼瞧一下 可现在为何一直在围伍 华青云这个头号蓝散弟子 难道说 这时台下却突然传来一阵怒喝 赵锐 你怎可下手如此歹的 这一生也是把熟睡中的华青云给惊醒 而擂台之上 只见一名黄发弟子倒在了血泊中 在他尸体之上的 正是刘云堂真传弟子赵锐 看着眼前的惨像 华青云面色也很是凝重 此次大笔虽然不限制任何战斗条件 但也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 那就是不得刻意伤害同门 此时擂台之上 裁判怒吼着 赵锐你都干了些什么 听闻此言他立马装了起来 长老冤枉 我的剑法一旦爆发 可就收不住手了 这才导致失手斩杀了这名弟子 这时台下宋长老很是不紧 刚刚那一剑威能 都快接近慈府五重了 为何从来没听说过 刘云堂还有这么一号弟子 而古语也是一头雾水 赵锐在一年前就外出探寻秘境 直至半月前才回到宗门 修为也是从慈府二重提升到了五重 难道是在秘境中得到了什么传承 好在温剑道出了缘由 刚刚的那一剑 应该是上古之时 名为暴灵觉的秘书 是将周身灵力压缩至一点 然后释放而出 虽然威力巨大 但缺点是很难通过自身来控制力 说罢只见他跃至擂台之上 在向裁判长老解释一番后 便提醒台下观看的弟子 杜具实力不足 强行凝占导致被赵锐无心杀死 还望诸位弟子小心 剑本就是杀伐之道 若是觉得实力不足 还望大家早些投降 而擂台之上赵锐见已无大事 便匆匆走下擂台 面旁之上露出了阴狠的笑容 可就这一瞬 却被华青云捕捉到了一丝魔气 但此时他还不能确定 因为先前的那场意外 大家虽个出绝招 但也都点到为止 很快便来到了第二轮比试 此时共有28人 华青云看着手中的号牌 心中难难道 只要赢了这场比试 我就算踏入前十二名之中了 届时也能完成和世尊的约定 道实在在第三轮比试中 自然而然的落败 这样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随着第二轮比试的开始 由刘云堂赵锐对战 新云堂云修成 只见擂台之上云修成率先开口 赵锐 青云之前我并不认识你 准确的来说 除了天交榜前十 其余的人我都没放在眼里 你作为一个新人 我允许你先对我开跑 此话一出 有的台下小迷妹们尖叫不断 反观赵锐则人狠话不多 直接开始亮剑 一套剑气便破了云修成的防护 他虽挡下了这一击 但还是吐了一口82年的老坛 随后在两人的激战中 华青云似乎看出了端倪 这个云修成似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聪明 看似狂傲自大 实则一切都在他算计之中 而擂台之上云修成也不准备藏住 只见他将长剑举在胸前 嘴中爆喝一声 星云剑绝星海 顷刻间无数剑气在赵锐周身炸台 就在大家以为结束之时 只见擂台之上钻出了数道紫色光柱 待烟雾散尽之时 赵锐不仅没有受伤 反而凝出了一柄冒着圣人黑气的长剑 随后静止朝云修成刺取 而他也顺势一剑化连户在身前 而这次赵锐并没有下沙心 反而收起招式说了声 承让了云师兄 场外顿时鸦雀无声 胡语也被赵锐的疯狂惊到 这孩子沙心还是太重 刚刚若是再多出一寸 恐怕云修成就会灰飞烟灭 可华清云却觉得 他刚刚确实是想杀了云修成 怎么最后又收起了沙心 难道他还另有目的 虽说浪越大于越贵 但就凭他区区一个子服五重的修为 在众多灯仙境长老面前 又能掀起什么波澜呢 就在他操心之际 只见手中玉牌闪起了光芒 也就意味着他要登场了 这时场外的董堂主 也调侃起了谷语 看来你这名弟子 要止不于此了呀 而谷语脸上也浮现出了担忧之色 因为此战他要面对的是 天交榜排名第四的同战 他虽然在上一届败给了越剑星 但很多人都认为他的实力 丝毫不输天交榜第二第三的 赵天路和江都 见对手以越之擂台 华青云连忙拱手行李 还请同师兄多多指教 谁料他上来就是一堆垃圾花 就你 靠几张破纸走到现在的人 也配让我指点 说罢便高高跃起 尽职朝华青云攻去 可就在长剑即将接触扶阵之际 只见扶球近一跃而起 轻松躲过了此次攻击 这一离谱的操作 也是看待了台下众多弟子 就连跃剑星也连连称赞 扶阵因为要连接天地之力 所以只能驻留在原地 才能做到固若金汤 但华师兄的扶球 竟能如犹龙一般敏捷 且灵活的移动 想到这一股失落感 顿时涌上心头 没想到华师兄 竟藏得这么深 我果然还是永远也追不上他 而擂台之上 同战自然也不是好惹 只见他将长剑甩至空中 准备将扶球束缚 华青云自然不会让他得逞 连忙抛出一张扶路将其格打 就在两者碰撞 产生众多烟雾之际 可华青云脸皮厚如 城墙又岂会承认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 我这招明明就是 流云剑决中的天女丧花 此话一出 就连台下的鼓语 也是一阵无语 这个臭小子 我流云剑决 什么时候有这种剑法 就在台下弟子议论纷纷之时 华青云却一脸严肃 你怎么还好意思说我 你趁着烟雾 丢出这么多绿不拉击的暗器 你这种行为才算偷袭吧 刚刚不是还说一件解决我的吗 怎么如今剑法都不用了 这是同战意识的 之所以华青云这么说 其实是想探出自己的位置 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他的方位 同战立马抓住机会 直接向其位置甩出一招蓝星剑决 本以为尘埃落定 可下一秒 他自己却被无数锁链困在了原子 而此时华青云已将长剑 横在了他的脖梗之处 绿毛龟 别挣扎了 这扶阵即便是子辅近五重的修饰 也能困其两秒半 如果你不愿投降的话 那我就只能先招呼你们小老弟了 此话一出 吓得同战连忙加紧 当不举手投降 但却把台下弟子们看蒙圈了 为什么华青云会出现在呢 还有这扶阵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好在江都给出了答案 战斗开始 青云师弟就开始布局 先是让同战陷入了轻敌的心态 接着在那遮挡整个擂台的灵墓中 青云师弟更是精心布局 用言语挑衅和刺激对方 让其无法察觉藏在暗器中的浮路 最后故意将自己的位置报 让同战一直处于扶阵之中 并引诱他发起无效攻击 自己则趁着烟雾顿到同战身后 听着江都的解释 赵天璐也一阵感叹 这般谋略绝非常人所有 若化师弟的修为在墙上一些 恐怕对你我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 而江都却觉得化师弟的修为 绝不只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擂台之上 宋长老也是对着古语就是一阵马屁 古堂主 你们流云堂可真是卧虎藏龙啊 先是赵瑞 又是这话轻云 此番话语也是听得古语一阵脸红 瞧你说的 都是正常发挥罢 而下一场比试 则是由月剑星对阵 蓝月堂首席大弟子蓝星月 他虽知自身实力不如月剑星 但身为一名剑客 又岂有不战而降之力 月师妹 接下来你可要小心了 为了赢得胜利 我会不择手段的进行战斗 看着其双眸之中四赛而出的恐怖灵力 古语不禁流出了一丝冷汗 这孩子竟然事先就吞了破神破虚丹 这丹药虽然可以提升修饰靖五重的灵力 但根基会因此受到不可逸的损伤 对于这般激进做法 他还是很不理解的 温剑则好似看穿了蓝星月的想法 他这是想以剑入道 踏入子府靖五重 而想要踏入子府五重 就必须对自身所修的大道 有一个轮廓或者概念 并在此之上领悟出剑影 触碰到剑之大道雏形 否则就算穷极一生 也无法迈出那微妙的一步 其果决的做法 也是令华清云佩服不已 为了入道竟然如此破釜沉舟 面对这种情况 岳师妹又会选择怎么做呢 擂台之上 即便是蓝星月众多手段弃出 但还是不敌月剑心一剑破山河之威 可他并没有趁胜追击 反而踏空而行 瞬间来到蓝星月身前 象棋展示着剑之大道雏形 蓝星月也没有让他失望 锦束秒便窥探到了大道雏形 并成功破镜 可即便他已突破子府五重 但还是被月剑心一剑斩于马下 一剑出 破长空 断山河 蓝师兄 你败了 此战结束 大家都纷纷赞叹其剑法卓绝 而蓝星月也激动的掩灭而泣 明明他随时都能够将我击败 但他却一渐渐地向我展示剑道出息 这种恩情无以为报 想到这他连忙出言感谢 而月剑心则淡漠地说了句 师兄不必多礼 这也让他再次感动得痛哭流涕 不愧是头号真传大弟子 这等气量和实力 果然不是我等所能比你的 可就在月剑心走下擂台之际 却有人说起了华清云的坏话 这自然触碰到了他的底线 只见他双眸瞬间闪出一抹杀意 手中长剑应声而出 直逼那名弟子面门而去 你刚刚在说什么 赶紧给华师兄道歉 可华清云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可不想被人看出些什么 而此时男人慌得一批 于是连忙解释 自己只不过是评价了下华师兄的战斗方式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可月剑心却觉得他分明是在抵毁 我清云剑宗虽修的是剑 但修心也是极其重要的 华师兄虽在战斗中并未出剑 但其智谋却远超而等之上 反观你们自身实力不尽 还要极度他人战果 如此心态 又有和评价他人的资格 此言一出 男人以面红耳士 接着连忙向华清云鞠躬道歉 然而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 反而心里埋怨起月剑心在懂事情 不过他的这一做法 却深深折服了探台上的古语 小小年纪便有如此格局 这般心态恐能媲美 绝世剑仙的无上剑心了 而这时只见月剑心踏空而行 并告诫着一众弟子们 今后若谁敢再随意妄议他人 就休要怪我不客气了 我宗弟子理应修心 不断磨练自身剑法赶入剑道 有空去妄议他人 不如好好休息 说罢便静止朝华清云飞去 这可把众多弟子给看酸了 没想到月师姐为了华清云不受非议 静主动待在了他的身边 可恶啊鲜花怎么专找牛粪叉呀 而此时空中两人 却用蜜语传音聊起了天 怎么样 华师兄 我刚刚表现得不错吧 这样一来 以后就没人敢在背后说你话话 华清云却满脸无语 谁要你做多余的事了 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引人注目 而此时月剑心却握紧了小拳头 我知道师兄你淡薄名利 不在乎自己的名声 但你有恩于我 我绝不允许旁人随意诽谤和污蔑 看着一脸认真的月剑心 华清云则下意识闪躲着 那你为啥非要待在我旁边 给我回到你原来的位置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指点你 听闻此言月剑心连忙迈起蒙来 其实我心中还有些许困惑 想趁机询问下师兄 看着华清云满脸无语的样子 他连忙接着表示 若是师兄实在不想教我 我可不保证会做出什么 到时候其他师兄弟怎么想 可就和我无关了 听闻此言 华清云属实被拿捏得死死了 只能无奈应下他的要求 然而罗霞在见到两人亲密的举动后 脑子里便开始浮想连篇起来 月师妹身为头号大弟子 却练上了垫底的华清云 为了怕被别人说闲话 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撕毁 在一番头脑风暴后 最后他得出结论 这两人应该是道理关系 可不曾想刚才的分析 却被爱吃瓜的曲艳听见 你看他俩还在有说有笑的传音啊 这道理关系肯定失垂了 然而罗霞却提醒他 这件事万万不可乱传 万一被月师姐和华师兄知道了 我必会被宗门责罚的 虚眼闻言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吧我嘴巴可言着呢 可下一秒 他就将此事告诉了其他师妹 果然他的嘴是最严的 另一边 看着已经入定修炼的月见星 华清云也是不由叹了口气 我就知道 师妹这个修炼狂魔 刚解答完他的问题就开始实践了 不过这种随时随地都可入定的人 还真是让我佩服 与此同时 随着第二轮的比试结束 裁判长老宣布 念及各位弟子此次灵力消耗过度 宗主和众位堂主决定 清云的比试到此为止 明日诚实在开始第三轮的比试 就在众弟子们纷纷散去后 宗门大殿内温健正询问着二长老 叛徒知识调查的如何 二长老连忙表示 根据宗主的安排 我去调查了这些弟子最近的情况 所有弟子之中 共有五人行踪较为奇怪 其中最为可疑的 便是刘云堂的这三位 他们分别是江都 赵瑞还有华清云 听闻此言古语很是气负 按二长老的意思 叛徒就在我刘云堂之中 之所以高层经验聚集于此 就是为了找出 藏在清云建宗的叛徒 当初古语被人袭击 就足以证明宗门内部 已有投身魔宗的奸细弟子 宗门大笔突然召开 不仅为了筛选出能够参加 天交圣会的五名弟子 最主要的还是想借助这个机会 查到叛徒的身份 看着如此愤怒的古语 温见连忙劝解 还请古堂主烧安物诏 刘云堂中存在叛徒可能性极大 毕竟当日我托你前去 不觉得奇怪 此话一出 古语瞬间不知说何事好 随后二长老又分析道 他们三人都是在一年间实力忽然大增 首先是刘云堂首席江都 两年前他的修为还只有子府二重 可在一年前的宗门大笔之中 他却一军突起一跃来到天交堡第三 可他给出的解释却是 得到了刀人指点这才突飞猛进 其次则是刘云堂的赵瑞 他为人孤僻修为一般 一年前只排名33 可这次宗门大笔上 他的修为竟疯涨至子府五重 而且还有杀人之举 按照他的说法 世音误入了一处秘境 得到了机缘所致 最后则是刘云堂的这位华青云 糟了糟了 华青云竟被怀疑是宗门叛徒 可古语和温健却同时怒喝 不可能 他绝对不是 看着两人出奇的举动 二长老也很是不解 宗主和古堂主怎么突然这么默契 可这时蓝发长老提出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或许宗主和古堂主 所熟悉的那个华青云 已经被魔宗夺射或者被控制了 而古语却质疑道 你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与其说是夺射 我更愿意相信他是个隐藏大佬 只不过封印了自己的修为 青云他一向如此 我可从未感觉到他被夺射的迹象 而且若他被魔宗修饰控制 那为何当初还要将血破珠取回宗门 又为何将魔宗长老杀死在云根村 你们对于他的推测和判定 都是十分不符合逻辑的 这是董堂主提议 干脆把那些有嫌疑的弟子 全都抓起来挨个拷问一番 而温剑却制止了这一做法 不急若是贸然出手 定会打草惊蛇 我们最终想要知道的是 魔宗在我宗安插奸细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我想绝对不止通宗报信那么简单 我有一种预感 魔宗想要扰乱我青云见宗的这次大礼 这时二长老询问 那宗主你的意思是 暗中调整一下抽签 既然魔宗安排了奸细 那我们正好借此机会 测试一下他 不管是江都 华青云还是赵锐 都给他们安排一场战斗 我倒要看看 魔宗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而另一边 许久未露面的小玄英 正满脸期待地等着华青云的答复 原来由于太古无聊 他表示明天也想一起去战斗 而华青云却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最近很无聊 但宗门大笔可是不允许你上场 等明天我认输投降后 再带你出去玩 此话一出 可把玄英给气坏了 小嘴也顺势鼓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他顿感心头一惊 随后便一把拉住了华青云 并表示要带他去的地方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一处空地 此时华青云很是不解 正想着他为何将自己 带到流云峰后山 而玄英却用力地指了指地下 接着便一掌轰开了地上的树叶 华青云见状震惊不已 这里怎么会有震旗 而这震旗品级看起来极高 似乎是用来屏蔽灵石 形成一片封闭空间用的 虽说我可以将禁止破除 但这无疑会打草惊蛇 而且这是怎么着 也轮不到我来管了 就算天塌下来 也有宗主顶着 可从这阵旗的布置上就能看出 宗门大阵如今似乎已被完全覆盖 万一青云见宗遇到了生死危机 那我朝九晚五的安稳生物 可怎么继续下去 随后他便询问起小玄英 是怎么发现这个阵旗的 在他一番手舞足蹈的比划下 华青云瞬间秒懂 原来是你晚上外出吸收天地精华时 遇到了有人在这里埋阵旗 那你还记得那人的模样吗 玄英文言连忙幻化起来 这个难度还是太高了 于是他便将一道剑气注入其中 只要对方发动大阵 剑气就能瞬间将法阵破碎 这样一来 就应该能中错他的阴谋了吧 可就在他遐想之际 玄英又凑了过来 并表示自己立下了功劳 明天想要和他一起上台战斗 然而华青云却又拒绝了他 我都说过了 你的存在在宗门规则之中 是无法上场的 玄英文言很是气愤 只见其一把掏出了华青云袖中的服务 并将他紧紧握在手中 这是华青云才恍然大悟 对啊 既然这次大笔不限制任何手段 那我自己培养的灵霜 应该也不成问题吧 正当玄英激动的转圈之时 华青云却又给了他当头一棒 可是我明天打算认输的呀 就算带你去 也不能让你上场了 次日一早 众人纷纷已经到场 可唯独少了个华青云 此时看台之上的董堂主很是恼火 又是华青云那个臭小子 如此重要的鄙视 也竟敢当作儿戏 一旁古语也很是尴尬 其实抱我这个弟子有个习性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 他都只有以时才会开始执行任务 每次我训他 他都会说什么朝九晚五 这种我根本听不懂的话 现在适逢尘时 我想他肯定是在自己洞府之中 还没睡醒呢 听闻此言 众堂主纷纷表示 应该取消他的鄙视资格 可二长老却提醒 你们可别忘了昨日定下的计划 若是这就盼他弃权 我们昨日不是白不知了吗 于是温健便吩咐古语 他刚说完 台下瞬间变得嘈杂起来 众弟子纷纷吼着是黑幕 就在这时 月见星站了出来 大家都给我安静会 修行之道 各有执念与自身之道 有人修行时会默念经文 有人修行时会以特殊姿势感悟天地 华师兄有着属于他的道 我等自然应当理解和包容 而不是去一味的指责 若是台上的十一名弟子 都能同意等待华师兄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等一会 随后在月见星的询问下 大部分人还是愿意等的 但唯独天骄榜第十二的汪导反对 一个区区灵工进八重的菜鸡 我们凭什么要浪费时间等他 而月见星自然也不会惯着他 只一缕剑气便将他拍飞百丈之远 汪师兄 我再问你一次 你还愿不愿意等华师兄